第3721章 家园 我的秩序神员 全没了 那金黑猛虎 声音极度的低沉 沙哑 嗯 没了 江灵溪声音发颤 气的 我们焚月教 就指着这一批秩序神员壮大势力了 几十年功劳苦劳 竟让人抢走了 金黑猛虎的冷声 可谓极其猙獰 咒神帝宫马上就到了 那叫李天命的小子 是星海神剑的掌控者 既然还赶进战场 那他就算被杀了 也不算违规 龙倩对此人太有信心了 但我就是不相信 我们落日神众 允星神众 这么多眼镜天才 杀不死一个续境 江灵溪宁笑道 李天命是星海神剑掌控者 这是他决定天法赌约的最重要原因 诱惑太大了 把星海神剑掌控者送进来 只要一死 什么都爆出来了 根本就不用他们交出星海神剑 这星海神剑 就到我们手上了 金黑猛虎道 龙倩有依仗 然而 我们藏在暗处的底牌 超出他的想象 呵呵 就在这时候 外面阴影中 出现了一个轮廓 一个年轻的声音传来 江教主 可有荣幸与你私会 金黑色猛虎文言 露出了人性化的笑容 道 你的暗处底牌到了 这小子会玩啊 知道眼镜心神 女方高个一两重 会更快乐一些 我听说他的半生兽 也是虎类 你想跑 二十几以上的咒疾兽 便宜你这老东西了 江灵溪娇笑道 金黑色猛虎 江灵溪先对下属道 传令下去 那星海神剑的消息 还是暂时封锁 先别让湛天神族知道细节 奥越宫的事 只能先咽下去 不能闹大 嗯 江灵溪点头 然后扭着六十多米高的火辣身姿 与一只金黑色母老虎 往外面那黑暗轮廓而去 世子 让您久等了 轰轰轰 九龙地藏 围绕着中子心虚飞了一圈 将更多的银尘洒了下去 白夜的灵魂肿 暂时只能控制续静 李天命便让他往几个人群 密集的地方而去 效果比较好 我能进你这些小弟的脑子里 加速他们对你的信仰吧 白夜鬼鬼祟祟问 这不太好吧 李天命道 放你妹的狗屁 你的目标 不就是把中子心虚 也给攻下来吗 这五百万人 你能放过 白夜鄙视道 不要说得这么难听 我这是互利互惠 你那才是损人利己 李天命道 你滚 反正我不管了 我去他们脑子里转转 看看有几个少女对你怀春 白夜说起这个 就兴奋了 李天命 算了 不管他 反正确实也没什么坏处 他这一次 为大家找到了这些秩序神员 已经得到了龙族全族尊重了 轰隆 九龙地藏 轰然飞出中子心虚 顿入黑暗的星空当中 幻天神雀 战天神雀 星月神雀 三大造化级事件 一个都看不见 放眼望去 眼前一片漆黑 李天命真怕自己飞着飞着 忽然闯到某个造化级恒星园世界的守护结界上去了 若那样 九龙地藏都够呛 大哥 还有多远 这一路上 所有续静 眼镜龙族 都站在九龙地藏前方 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星空 他们一个个目光颤动 眼珠子晶莹 生怕错过什么精彩画面 家 对他们来说 太厚重了一个字 渴望 但却从未曾拥有 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在狂跳 虽然大家都知道 李天命已经不可能欺骗他们 可这他们还是紧张 包括龙茜 他什么都没说 站在角落处 双眼望着前方漆黑星空 一次都没有眨眼 总有一天 这上兴须所有炎黄后裔 终会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 李天命 心潮澎湃 他想变强 吻了太久了 来到上兴须 他比以前更渴望实力 站立 去力挽狂澜 去履行责任 兑现承诺 快到了 当这死寂的九龙地藏礼 想起了李天命说的这三个字后 所有人更是往前方拥挤而去 穿过迷雾结界 就能看见他了 李天命道 嗯 众人激动点头 嗡 迷雾往身后飞掠 前方如有星火 忽然点燃焚烧开来 轰然之间 九龙地藏冲入火烧云之中 哇 眼前这烈火滚滚的世界 象征着生命力 这火焰遮蔽视线的时刻 更说明 李天命没有忽悠他们 这忠子心虚附近 真的多出了一个恒星园世界 龙倩呆住了 难以置信 但就是存在 别说是九倍无量级 哪怕是一个杨凡级世界 对他们来说 居住地都够了 当然 杨凡级世界的恒星园 很快就会被上万眼镜给吸空 所以 起码还得是无量级 那一刻 火焰烧着着每一个人的眼睛 大家快看前方 龙晨惊叫了一声 李天命往前看去 只见前方火焰深处 无数三头六臂的炎黄大魔 排列的整整齐齐 足足有数千万 欢迎各位龙族朋友回家 这数千万炎黄大魔 齐声呼喊 同时敬礼 李天命 我爹真会来世 李清宇哭笑不得道 一事敢有了 一群炎黄神族后裔 直接感动流泪了 没体验过他们的人生 很难理解 他们对家园和安宁的渴望 李天命在离火城的时候 再怎么卑微 起码都还有一个家 轰隆 在感动之中 他们终于穿过了火烧云 一个浩瀚的灼烧世界 出现在他们眼前 这个世界 是由烈火和聚变结界组成 只有天宫神界内 还存在泥土 可以说 生存环境相当简陋了 但是 对这些炎黄神族后裔来说 这已经是仙境了 这个世界 怎么有点熟悉 龙茜本还高兴着 忽然浑身一震 止不住的热泪盈眶 是啊 为什么 好像我们就应该属于这里一样 龙茜也感受到了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这个世界 和他们血脉相连 近来的那一刻 他们身上连那天道稚谷都在颤动 所有的星辰威力 都和这个世界共鸣着 第三千七百十二章 净化 不是说了吗 你们这是回家 既是回家 又怎么会不熟悉呢 李天命意味深长笑道 回家 龙茜声音颤抖 双眼从下方无尽烈火上掠过 他没有哭 就是眼泪控制不住地落下 再次告诉大家 以后 太阳就是你们的家 除了已经到达眼镜的各位 需要随我征战外 其余人等可在这安居乐业 修炼壮大 李天命朗声宣告 他们仍然在恍惚之中 李天命这一句话 让他们的心 真正安定了下来 大哥 我一定努力成就眼镜 我也要和你一起出征 龙臣振奋道 没问题 李天命笑道 说完 他驾驭九龙地藏 轰然进入天宫神界之中 在那一片黄土地上降落 大门 开启 李无敌带着李天命一众佳人 已经在外等待了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大门一开 外面李景渔带着一群人 再歌再舞 啪啪 李天命和李清雨 齐齐捂住眼睛 沉重的氛围 却因此变得欢脱了 去吧 奔跑 飞翔 遨游 怎样都可以 李天命对龙臣道 可以 龙臣落在地上 抓起一把黄土地 风沙顺着指尖落下 如此真实 可以 那我不客气了 小黑 走 他和龙同行 冲入太阳的黄沙之中 一个个炎黄神族后裔 隔着无尽岁月 回到了属于他们的祖地 太阳和他们的心脏同名 暂时条件简陋了一些 不过 以后大家一起建造 李天命道 是 所有人激烈回应 从他们赤裂 感动的眼神可以看出来 他们已经彻底爱上这里 也彻底将李天命 看为是救世主 哪怕他暂时只是个续境 谢谢 龙臣深深说道 行了 别婆婆妈妈的 跟我一起挑选神员去 李天命道 他有七大半生兽 需要七个最好的秩序神员 龙臣则是九元兽 需要九个 李清宇需要二十个 李吴迪需要三十个 所以 李天命让他们候选一些 暂时来说 他和龙臣 最需要半生兽强悍起来 龙臣是战力高 而他则是太古混沌巨兽 需要解开血脉枷锁 你先 龙臣还是先让他来 李天命自然不客气 他是从那一批 八千多孔的秩序神员 开始挑选的 其中 白夜和鸡鸡在属性上的需求不大 萤火他们的属性又比较普遍 所以还挺好选 最后 他选了七个 最高是一个火焰系的秩序神员 拥有八千八百八十八孔洞 适合萤火 这说明 那江灵系的半生兽 应该就拥有火焰 雷霆更刚烈属性 适合他和喵喵 希望他俩大哥二哥 能腾飞一把 李天命暗暗道 其余的 最低也有八千 其实神员效用 还真是对萤火他们更强一些 越是后面的混沌巨兽 反而生命本质强 升级上的变化不是很大 以体量增加为主 比如 鸡鸡就很明显 他从头到尾 就那些本事 从没变过 反观萤火 都不知道解锁多少技能了 选完后 李天命打算去闭关了 义父 习姐 剩下的你们安排 别留着 全给咱兄弟上最好的货 尤其是眼镜 全部按照最高标准给 李天命道 哄 闻言 众人欢呼起来 如此一来 我们上万人的战力 起码能增加五成以上 虽然有天道智谷 但最起码 不会被人越击了 龙葵大长老激动到 一旦半生兽星点补充上去 很可能反越击 龙茜眼神冷立 炎黄神族 本质就是强 只要资源到位 唯一限制就是天道智谷了 有办法突破天道智谷吗 李天命问 不可能的 从没人突破过 九 就是极限 龙茜叹气道 那星月神雀那位奴族咒神 他也没破 李天命问 对 他也是九 而他的对手得咒疾寿 起码二十级以上 龙茜道 这样看来 李清宇 李无敌现在的资本 也不算强得太夸张 那这位真是了不起 李天命道 天道智谷下 能成咒神 若是没有天道智谷 他是什么成就 异度衰竭可除 要是天道智谷能减 那就真的厉害了 引火他们 已经开始吸收秩序神源了 而李天命 看着这些炎黄后裔背后的血色烙印 陷入了深思之中 接下来几日 这上万眼镜神龙半生兽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龙茜那九头黑龙 眼中都有了八千万的星点 形体增加了接近一倍 血脉品质更高 其余眼镜 起码都有两千万以上的星点了 这一批秩序神源 本是给焚月焦数万眼镜提升的 我们人少 所以分得更多 豪气 这一群龙族军团 战力确实增加了不少 估计焚月焦这些人 看到后更得气死 李天命还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将数百个中子星 扔入太阳内部 太阳确实也成长了一些 但这毕竟是神须及中子星 效用比较有限 还得是无量及中子星才行 李天命抬头 听说宙神帝宫已经到了 所以 只等萤火他们成功 就出发参战 驾驭九龙地藏 带领上万眼镜龙族 来无影 去无踪 有太阳基地 有地藏战船 李天命已经想好 要打造一批炎黄后裔龙族军船了 现在 只是雏形 若能和星月神却那位奴族咒神 取得联系 那就好了 不久后 白夜和鸡鸡 首先结束了吸收 你们怎样 李天命期待问 没怎样啊 唧唧翻白眼道 就是体量增加了 还能怎样 白夜呵呵道 李天命 从这种角度上看 这俩玩意儿 好像有比较废了 一个第六 一个第七 秩序 神员对他们的作用 还不如李天命境界突破 只要境界成长 他们的体量上限增加得更快 剩下萤火 喵喵 蓝荒 仙仙 银沉 来了 很快 五个巨大的阴影 从半生空间当中冲出 遮天蔽日 强了 李天命只看他们一眼 心里就有数了 我与他们共生修炼 冲一下九方续境 就可以出发回中子兴虚了 准备开战 第3723章 一元 两仪 三才 四项 五行 88888万仪 这是萤火现在的新点 李天命眼前 那一只遮天蔽日的 黑红色火焰凤凰 自天而降 化作一只小黄鸡 潇洒落在了他的头顶上 熟练地用脚丫子 刨开李天命的头发 在上面筑巢 靠一 李天命把他拽了下来 看着他这傻不拉几的样子 咬牙问道 怎么外形还是没变 你踏马的都快一一新点了 怎么还是这副鸟样 老子本来就是一只鸟 当然是鸟样 一萤火骂骂咧咧的 李天命 一 肤浅的人类 狗掩人鸟爹 我血脉上发生了这么大的蛻变 你看不出来吗 萤火急笑道 这一点 李天命从一开始就感受出来了 确实 蜕变很大 首先别看这家伙还是小黄鸡的样子 他这是短小金汉 这一次血脉夹锁解封 让其自身的星辰威力 增加了有十倍左右 所能承载的周天星海之力 也会更多 李天命本来以为他的身体 已经够凝实了 没想到都十倍了 竟然还能再挤挤 所以 别看他就是一只鸡 其实论星辰威力数量 他都快是李天命 现在这身体的百倍以上了 当他进入李天命右臂的时候 实际上李天命的右臂星辰威力 已经相当于一个框架 然后把他填充入其中 血肉能力 炼于周天星海之力 都会大部分暴增 八千多万星点 他对比那些十几级 二十几级的咒疾兽 应该更强 数月二十级的咒疾兽 比他刚一个境界 真打起来 还不是之前的他的对手 那就是铁证 谁管你血脉强悍 我说的就是外表 能不能再凶悍一些 李天命无语道 不行了 我走了软蒙路线 萤火展翅插腰 整理发型 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 行吧 一李天命别别嘴 再问 就这样 还有其他吗 废话 当然有一萤火黑黑道 啥 这秩序神缘不错 有世界之力 在其中涌动 一神缘如一个小世界 正好让我解锁了一个 世界级 神通一萤火骄傲道 何为世界级神通 李天命惊讶问 就是比之前更强的意思 我自己取的 听起来牛吧 萤火嘎嘎笑道 依依 李天命让他施展一下 都闪开 依 萤火咳嗽一声 震翅化作一道黑红色光芒 出现在众人之前 另外一边 朔月消耗了二十个秩序神缘 已经到了平均五千万星点了 他看起来血脉亦有蜕变 体量有所增加 小月月 看哥一萤火 一脸烧气 朔月当即别过头去 哟 还挺傲娇 哥喜欢 好好看着 让哥打开你的心肺 一萤火 兴致勃然 那特么的叫心飞 不叫心肺 一里天命捂着额头道 啊 萤火呆住 玄机他自己咳嗽一下 缓解了一下文化不足的尴尬 嚷嚷道 都给我看好了一 赶紧的吧 你 李天命话音刚落下 本来还不怎么在意 毕竟萤火经常有新的神通 然而这一刻 当这小家伙身上周天星海之力涌动的时候 脚下的太阳土地都猛然震动了一下 大量的龙族修炼者被吸引而来 以震惊的目光看着萤火 这小鸡 真是不一般龙欠哑然道 不是咒疾兽 但血脉有点可怕的感觉 一塌那九头黑龙说着 他扭头看了一眼蓝荒 这双头龙一变得更可怕了 这些家伙 好像都有大蜕变阿姨 到底能到什么程度 轰轰轰 前方一只小鸡 身上猛然诞生着 吞噬天地的烈焰凤凰之虚影 一声震天鸣叫之中 萤火身上无数雨林滚动 一只鸟如一个世界 里面有火焰山河 陆地 火焰生灵 轰漏 他猛然喷出一道黑红色烈火 那烈火在空中 闪耀为一只火焰飞鸟 飞鸟衍生无数雨林 每一片雨林上火焰光影掠动 生出一片火焰莲花 这使得这飞鸟 就如千万莲花聚集而成 而且每一片莲花上 都闪烁着一座座落地之光影 一闪而视 一鸟冲冲 哄 人们呆滞看到 这一道火鸟在爆开之后 竟然如同毁灭的火焰风暴 席卷千万米 将眼前小半个天宫神界的泥土 岩石 陆地 竟然给化作灰烬了 眼前 漫天火海 浩强一龙熙和那九头龙万分震惊 呆呆看了一眼萤火 再看着李天命 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少年到底是谁 他来自下星虚 怎会有如此天赋 这个忽然出现在中子星虚附近的 无量级星辰 又蕴含着怎样的秘密 为何会给他们一族 带来如此熟悉的感觉 这一切的问题 龙茜都不敢多问 他知道 只要时机合适 李天命一定会告诉他们 不过 明明不是咒疾兽 却在续境时候 就展现出 能毁灭一眼生静咒疾兽的力量 那些自以为是的 焚月教御寿师 怕是会惊爆眼球了 龙茜心里 已经可以想到那个画面了 下星虚的垃圾半生兽 呵呵 不只是这只鸟 天命身上其他半生兽 也都很惊人 哪怕只是单体半生兽 其能耐都超过我们续境的时候 那九头龙道 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 续境超圆满 如果是 那稍微还能接受 若是小圆满 或者大圆满 那就扩张了 直接跨越上星虚的咒疾兽天才们 一两级以上 龙茜不敢往下想了 要知道 在这上星虚 不管是落日神众 还是允星神众 这等八部神众的咒疾兽 超高你向之天赋 去到下星虚 照样能越疾兽杀人 甚至跨越三四级 虐那些万道古道玉三家天才 他们何曾反被越疾 除非是万咒疾 地天级世界的血脉 咒疾兽三十级以上 否则不可能 而现在 龙茜在李天命的身上 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其实李天命也在想 越疾的事 他松了一口气 灵火他们几个血脉大蜕变 手段增加 应该能让我面对那些 上星虚天才的时候 继续稳住六级跨越了一 要不然 李天命感觉够呛 上次击杀一个追杀龙臣的 一眼生静 只是因为 对手比较一般 在网上 恐怕捉襟剑肘 只能五级 甚至四级了 好在 重要时候 又来一次血脉升级 一 李天命庆幸 若是中子心虚三大叫那些人 知道他此刻的心理 怕是要吓傻 约他们就算了 五级都嫌少 不管怎么说 萤火这蜕变 让他很满意 不管是星辰威力的暴增 还是这世界级恐怖神通的诞生 一旦融入李天命身体 在近战爆发出的杀伤力 是惊人的 这神通叫什么名字 萤火正在朔月面前发烧呢 李天命当即将他逮了过来问 炼狱火 一萤火 翻翻白眼道 这不就是你第一个神通吗 李天命无语道 超级大升级了 现在加了世界级属性 叫一元炼狱火了 一萤火鄙视道 一元炼狱火 听起来不是很贵的样子 李天命道 你滚 别打扰我泡妞 一萤火瞪了他一眼 正准备飞走 又被李天命捏住鸡腿给拽回来 话说你给我一个准信 你到什么时候 才能彻底摆脱 现在这傻缺样子 李天命无语道 梦境之中 他多少神威 潇洒 霸气 这都八千多万星点 都上亿了 除了星辰威力 比一开始增加了无数万 怎么还这么不拉风 想想那些咒疾兽 身上全是兽面图腾 一个个星辰闪耀 如同星空之子 多帅气 眼镜吧 眼镜后 星辰威力会进衍生态 数量增加更多 到时候你大了 我也大了 毕竟我是你的 鸡 引火黑黑道 你马一 李天命狠狠捏了一下他的脸 这才给他放了 眼镜 那得狠狠冲一波了 欲成咒神 必须尽快成为眼镜 李天命目中光芒涌动 他很渴望 眼镜 是自身体量的大蜕变 哪怕只是人族 生命力也会大量加强 至于咒神 那是宇宙之神 星辰威力 真正变成星辰 人如宇宙 还用说 想想那元祖 黑白巨人 留下一具尸体 竟然永恒不朽 甚至还能保护后人李天命 当然渴望这一天 说不定到那时候 引火他们生命形势转变 才会更加变态 现在 应该才算是正式踏上 解锁他们太古混沌巨兽核心神威的路了 以前 应该还算是起步 李天命老是在想 他们现在的样子 距离梦境还有多远 或许等他们成咒神 就能知道答案了 一 接下来 他把剩下几只半生兽的突破 都了解了一下 他们和引火 保持着一个节奏 都诞生了有史以来最强的神通 喵喵是两翼混沌雷 这是和一元猎狱火类似的纯粹进攻 蓝荒是三彩虹蒙剑 这是一种世界镇压 挤压 亦能如同护盾一样爆开 形成世界爆发之威力 仙仙则是四项起源器 他这个神通非常特殊 这次他没有开心的花蕾 这新神通是由四朵花联合完成的 分别是永夜薔薇 蜂珠沙花 幽冥青莲和向日星葵 以前的神通都是一朵花 现在四朵花合力 形成了这四项起源器 名字听起来好像是生之力量 实际上是一种死亡剧毒 它能涌入对手的身体之中 起到比向日星葵锁定星辰威力更强的效果 溶解七心脏 可谓剧毒无比 不过 还是银尘的变化最大一 第3724章 九方续静 银尘也解锁了不少新的昆虫形态 这次都是一些日常见不到的虫子 拥有各种特殊功能 一共五种 这五种虫子 又能形成一种新神通五行永生育 这是一种急镇压 控制 杀伤力为一体的神通 五种诡异的虫子 分别五种功能 此外 银尘的单体 亦有很大提升 之前它的单体 和人差不多 而现在每一只 都能有个十米左右了 关键是 它上线也增加了 曾经的万亿聚合体 现在飙升到了十万亿 上线再度增加 十万亿的金属聚合体 凝结在一起的话 战力还是相当惊人的 它又能参与战斗了 李天命多少有些兴奋 不过 太阳上没有多少金属神矿 还得去中子星须 那里很多星辰大陆上 都有出产造化级的矿石 或者那中天三星 反正 银尘现在蜕变了 但还不是最强形态 它需要大量的吃 总而言之 我的战斗手段 大大增加了 其实白夜和鸡鸡 也加强不少 鸡鸡分出三分之一 留在太阳 三分之一 加强其他半生兽 三分之一 留给微生默染 都足够了 如此一来 在李天命的战力组成之中 属于半生兽的那一块比重 飙升了很大 石神你像 还是七重 不知道允星神众 是不是都有碎神血这玩意儿 李天命让银尘打听了一下 答案是 没有 至少这中子星须没有 李天命松了一口气 他们蜕变这么大 这时候和他们共生修炼 好处很大 李天命没闲着 把这些活蹦乱跳的半生兽 都给逮回来修行 他们都不愿意回半生空间 那里 已经让小八给占据了 所以这一帮家伙 只能在李天命头上 腹部 坐下 脑子里 好猛 七种血脉力量 涌入李天命体内 他的凡人之体 接受着这其中血脉 成了他们的混合 炼狱之星 起源之肝 永生之肾 混沌之皮 鸿蒙之肺 加上生灵之脑 还有创世祖星之躯体 这应该是我血脉 蜕变最大的一次了 嗯 李天命忽然发现 许久都没发生过的事 竟然再度出现了 他的秩序 成长了 一直以来 在秩序成长上 半生兽都走在李天命前面 这次血脉大幅度蜕变 竟然如炎黄大陆刚修炼那时候一样 竟然带动着李天命 六大自身秩序的成长 李天命赶紧服下一个一级衍生虚 让帝皇秩序和命节秩序 也跟着涨一波 这次很快 有六大自身秩序的稳固成长 虽然有一级衍生虚相助 李天命整体秩序还算稳定 九座城楼 九方续静 他吸收着一颗中子星力量 让自己的力量保持着纯净 不断突破 周天星海之力暴增 你们进来 我看看到何等程度了 李天命兴奋道 兄弟们 急死他 萤火大吼一声 首先化作一团火红灵光 涌入了他的手臂之中 呜呜呜 除了银沉之外 六大半生兽的星海之力 齐聚李天命身体 炼狱 混沌 灵魂 等等周天星海之力 和李天命的星海之力共融 聚集一体 轰然暴增 而他们加起来无数倍的星辰威力体量 加进来后 确实有一种将李天命称暴的感觉 好像李天命成为一个帮助他们合体的框架 身体大部分 反而是他们 尤其是蓝荒 体量又大又硬 沦为浩瀚 加上白夜归来 李天命感觉自己 这战斗之躯 真正意义上已经到了完美的程度 右臂流火 左臂雷鸣 右腿聚龙之力 左腿百花盛开 头顶云雾之魂 身上涌动创世祖星之力 绝 这不是天才 啥是天才 咒神地宫 既然有咒神天魂 甚至是星海极 所以有机会 还是以修行为主 小鱼的力量展现出来 有一定的危险性 最好用来兜叠 关键 还在我自己身上 就如在万道谷一样 极光多强 李天命都拿不下万道谷 关键还是他自己 只有他自己 才能统治一方区域 所以 他的战力相当关键 该出发了 李天命和上万眼镜 龙族会合 轻语在修炼 微声默然问李天命 嗯 他半生受蜕变后 向我要了一个一级衍生虚 这是足以让人进入眼镜的宝物 李天命发现 李轻语竟然在那圆醉池内修炼 这是他的造化 我义父说 龙茜他们 让炎黄关内其他咒神学 有了一些颤动 但暂时还没引发传承 后续应该有机会 李天命在圆醉池内等了一下 那些八部神中的咒神学 都被圆醉池镇压 强行送给轻语 这些咒神学 对他的效果 比起万道圆拳好太多了 那些八部神中的顶级咒神 应该不是圆祖能比的 加上自己秩序太多 李轻语有了自己给的大量衍生虚后 如果在境界突破上 比自己快一点 其实很合理 他有如此造化 要是反而比自己慢 那只能说明太差劲了些 这一次 他也是对炎黄神族后裔的遭遇有所感悟 加上秩序神渊就位 所以大量用了衍生虚 打算冲一下咒神帝宫 大不了先虚着 再去咒神帝宫凝炼秩序得了 李天命也是这样想的 没多久 圆醉池一阵 万千神魔 在其中咆哮怒吼 他们不甘心造就李轻语 嗡 一个冒着黑烟的女子 从那圆醉池中出来 有那么一个瞬间 李天命在妹妹的眼睛里 看到了浓重的黑气 八种魔杖般的黑雾 早已感染全身 这让他这时候 看起来有些凶煞 仿佛回到了 被李无双带入沟里的那个时间段 不过还好 他晃了晃脑袋 眼里的迷障消散了一些 目光回到了清澈和坚韧 凝重的样子 哥 都在等我吗 李轻语柔声上来 是 李天命看了看他 你感觉如何 还行 这帮家伙 想突破圆醉池 影响我的心智 让我和你们作对 不过 都在祖辈计算中吧 李轻语眼中没有畏惧 什么境界了 李天命问 破了两重 现在小圆满了 加上说月星点高了 应该可以眨二眼生静 不过这次有些急了 有点虚 所以打起来会怎样 我也不知道 李轻语道 他心里也有些着急 想为炎黄神族 太阳多做点事 想早点找到大眼四九星的路 想早些帮助这些伙伴 突破奴族的烙印 没事 有个 李天命笑道 嗯 李轻语重重点头 出发 人齐了 九龙地藏启动 冲出太阳 杀向中子兴须 第3725章 第3725章 第四列 奴族 中子兴须 神洞 这一张圆形的黑暗镜面 其上冷光掠动 下方是另一个事件 那世界之中鬼光变幻 偶尔有一张张上百米 千米的面孔掠过 竟是一种痛苦的面容 镜面的光照耀上空 使得上空的光影不断变化 有些看不真切 神洞最上方 正是中子兴须的货仓 无数中子兴镶嵌在旗上 和下方的神洞争相灰映 而在两者中间 则停着一艘巨大的星海神剑 那星海神剑 乃是一个人头 但它有三张面孔 分别朝向三个方向 每一个面孔 都瞪大着闪耀的双眼 和太阳神宫 倒是有些相似 只是体量上的差距太大了 这三面人头 几乎如星辰般巨大 微然悬浮在神洞之上 三张面孔如真人怒目 远远望去 便会让人产生一种敬畏之感 这 正是咒神帝宫 一艘专门承载咒神天魂 行走上星须 如同弗力般 在一些地方停留 让当地的天才后裔 顶级血脉参悟修炼 正因为有它的存在 如中子星须这样的地方 三大教的顶级血翼们 才有接触到星海及秩序的机会 此刻 那咒神帝宫 面朝三方 正在旋转 那巨人面孔威严肃目 双眼爆发赤裂光芒 发丝如苍龙漫天飞舞 中子星须中 无数三大教的人 正从四面八方 乘坐星海神剑而来 围绕在这咒神帝宫入座 对于中子星须这种无聊的地方来说 每次咒神帝宫的降临 可以说是最热闹的事 所以 地属于三大教的民众 有很大一部分都会来看得热闹 中子星须 是中子星出产地 拥有非常纯净的天地道员 世代以来 在这繁衍生息的三大教人口不少 加起来大约有五百万左右 和他们眼中的奴族相当 不过 这些人分布在各大星辰大陆 他们可不挖矿 而是做一些统筹 运输的工作 趴在奴族的头顶上吸血 一搜搜星海神剑亭下 一个个体面的上星须顶级士族出现 就算他们 不算八部神众 但很多都是分支血脉 同样身份不低 五百多万人 大约分成三批 分布在这咒神地宫四周的作息上 那作息都是虚空星座 由一片天神纹 凝结成星石组成 很是奢华 这其中 属于三大教的眼镜修炼者 加起来 起码有十万以上 一个奴族 什么资源都没有 处处受到压迫 却还有上万眼镜 由此可见 所谓的天赋低下 真相可并不如 世俗目光想象中那样 这次的咒神地宫 里面会有几道 星海级秩序 竞技还没正式开始 人群就开始热议了 他们最感兴趣的 不在乎就是星海级秩序 那是比普通咒神 更恐怖地存在留下的秩序 据说那些秩序 来自上千米高的宇宙之神 听说是有三道 三道的话 有的争了 战神教的行百战 肯定要占据一道 不知道另外两道 由谁占据 拭目以待吧 很快就要开始了 三位教主还没到 众人 往那三大教的 至高尊位上看去 确实没看到人 不过 天道竞技场 应该快降临了 刚聊到这里 人群忽然有一阵轰动 很多人往那 咒神地宫上方看去 列明 先出了 只见那中子星之下的 星空中 忽然出现了一排排 星光闪耀的名字 这些都是有资格 进入咒神地宫的 弟子名单 但凡出现在这个名单上 基本上就是 中子星虚三大教内 千岁以下 赫赫有名的顶级血液 论天赋 比普通上星虚氏族 自然要强得多 一共三排列明 每一排 大概有一百人左右 每一个名字 都是星光闪耀 最左侧的一排列明 是金银色混合的 十分刺眼 很显然 这上百位 都是来自 焚月教的巅峰血脉 最右侧一排列明 则是彩色的 其变换的星辰色彩 很是绚烂 这些名字的主人 都是来自 赤星教的 石神修炼者 其中就有属于 允星神众的 尊贵血液 倒是中间一排名字 稍微有些特殊 他们虽然也是 闪着星光 但本色确实灰色的 有一种灰暗 死亡 地狱之感 每一个名字 笔画都如魔爪 看得起来有些圣人 尤其是最上方 那个叫做 行百战的名字 它就像是一根 跟骨头组成的 杀气十足 这三列名单一出现 倒是引起了 一阵的喧哗 焚月教和赤星教的名单上 都出现了一些 没听过的名字 而且都排列在前面 你们看那个 落日归阳 这明显是 落日神众的人 星月神阙上 就有落日式 星月神阙的绝代天骄 来我们忠子心虚 这 战神教知道吗 那边很吵 应该是不知道的 不过 只要加入教会 列入名单 其实都不算违规 这样的话 战神教也不能说什么 这样看来 那行百战 有竞争对手了呀 是 五百多万续境以上的 上星虚氏族 议论起来 声音还是很响亮的 他们的话题 主要集中在行百战 落日归阳 星月 江宇墨 江镇等等 在忠子星虚如雷贯耳的名字上 这些名字里最差的 那都是三大教教主子嗣 他们一个个在忠子星虚 都是光芒万丈的人上人 至于来自星月神阙的 那更是天生高人一等 从这些人的神情可见 上星虚的等级 比想象中还要森严 生而为人 都在因为血脉 地位 得考量着 对谁应该低头 对谁又可以踩踏 等等 大家快看列明 就在人们热议天才的时候 忽然有一些疑惑的声音响起 竟然出现了第四列 人们震惊地发现 那三大列明外 角落处还有第四列 这第四列 就像是零时加上去似的 寥寥草草 只记录了三个暗淡的名字 李天鸣 李清雨 微声默然 这谁啊 不知道啊 关键是 他们在第四列上 是代表第四方势力 参加竞技的意思吗 这不对吧 应该不是 可能是竞技结束后 进咒神地宫的打扫人员名单 毕竟每一次都打得很热闹 是得把咒神地宫好好打扫一遍 你是不是傻 打扫还要上列明 我靠 大家快看列明上的势力名字 那三大列明最上方 都战神 焚月 赤星等六个大字 就在这时候 第四列的势力名字也出现了 母族 第3726章 天道竞技场 降临 一时间 全场哗然 这是一个 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名字 竟然出现在列明上 公子哥们切磋禁忌 竟然出现了一个奴才代表队 疯了吧 简直天方夜谭 好些人都揉着眼睛 仔细看了好几遍 还真他妈的是奴族 靠 火酒见了这事 这谁干啊 恶作剧 不知道咒神地宫名额多困难吗 我们焚月教一百多万人 最后才选了一百啊 让三个奴族上去 还不如让我进去 咒神天魂 哪怕是在这中子兴须 都是非常高端的参物资源 因为如此 这个列明毫无征兆忽然出现 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战神族那边 反应最大 搞什么 先是让星月神去的人参加 现在又让奴族上 这谁搞的鬼 我没听教主说过 可能是焚月教和赤星教 那些贱人弄的吧 教主到了 就在战神教热议的时候 这时 一艘体量和咒神地宫 相当的灰暗星海神剑降临 他浑身笼罩在浓重的灰暗雾气当中 如同一艘幽灵战船 骑上阴风滚滚 煞气冲天 十分骇人 那幽灵战船开门 大约有两百多个高大的巨人出现 从形体上一眼都能看出 他们要么是战神教的强者 要么就是顶级血液 其中的核心血脉 自然是战天神族 三大天神族之一 刷刷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为首的人身上 那是一个全身灰暗的男子 他笼罩在灰暮当中 虽然有接近七十米的身高 但看起来十分枯瘦 有一种皮白骨的感觉 燕窝漆黑身陷 有一种病入膏肓之感 走起路来也十分僵硬 如同僵尸 其身边 还有几人和他相似 都像是快死的人了 反倒是其身边一些其他鬼神 一个个看起来气血旺盛 煞气冲天 和万道骨的玉魔士相似 玉魔士内 除了玉魔穴这个黄泉种 其他人的血气 还是相当旺盛的 当然 这核心几人 固然有一种风竹残念之感 但越是这样 不管是周围的战神教鬼神 还是在场五百多万人 对这几位反而更加敬畏 这说明 眼睛所见 未必是真实的 尤其是那为首的 接近七十米高的枯瘦男子 他明显有七眼生静 比另外两个教主 江灵溪和莫凡 有更强的感觉 他便是战神教教主 战天神族 行道义 忠子心虚第一强者 他的背后 正是中天三星之一的战天神阙 江灵溪 莫凡 行道义咳嗽了一声 掌心都有血 他在自己身上抹去 那血迹 马上又被其身体吸收了回去 当他抬起头的时候 焚月教 赤星教的两大教主 带着他们的核心人物 一来到了这咒神地宫附近 他们双方合起来 似乎才有胆气和资本 和眼前一群鬼神抗衡 星月神阙来的人 我就不说 这奴族是怎么回事 那战神教教主 行道义 眼神灰暗 指了指那第四列名字 行道义 按照规定 若想邀请第四方参加禁忌 三大教中 只需要有两教同意即可 我们没为归吧 江灵溪平淡道 而且 不过是三个人呢 连十个都没有超过 对你们战神教的天才们 显然构不成任何威胁 行教主不应该紧张吧 莫凡紧接着便开口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们两个来自星月神阙的势力 乃是同仇敌忾的 不是威胁的问题 而是 奴族 你们脑子发了什么病 让剑奴上桌 咒神地宫上 有来自中天三星的客人 你们不嫌丢人吗 行道应声音 极其低沉 这个你不用操心 这次来的人是苏忧 他本人已经点头了 要丢人 也是我星月神阙的事 和你们无关 放心吧 江灵溪说道 此言一出 战神教这边的人 都沉默了 苏忧恰好是星月神阙的 和焚月教 赤星教肯定是一个阵营 爹 你说他们搞这事 能有什么好处 那教主行道应旁边 正有一个青年 此人的身高 大约道行道应的胸口位置 也是一副快要病死的样子 一身昏暗 那皮肤下 就好像是有一条条蚯蚓在爬行似的 甚至从其脸上过去 整体看起来非常猙獰 不知 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 行道应陈生问 没什么动静 就算有动静 可能他们也藏住了 灰白青年陈生说道 行道应应陈看了对面 两人一眼 对那灰白青年道 百战 既有所变化 你要小心了 防止这两教想 合力削弱我们的势力 你作为魁首 要保护弟弟妹妹 爹 没问题 行百战点头 对面有来自星月神阙的天骄 看到没有 和你境界相当 行道应目中 阴风涌动 玉兽师 石神修炼者 呵呵 同静剑 三大天神族 无敌 行百战扯动了一下嘴角 嘴里像是有几只阴虫 他们确实单脆 虽然出了两个变化 但既然改变不了 就剑招拆招 就在这时 天道竞技场 降临了 这是最劲爆的时刻 包括三大教的精英们 一时间都双眼肃目 朝着上方看去 轰隆 只见头顶上无尽的虚空之中 陡然出现了八道遮天蔽日的身影 那身影大道 几乎盖住了整个中子星须 每一位身影都如无尽的宇宙之神 他们不是真人 但所带来的压迫感 都让人人敬畏低头 拜见八部天殿 万众虔诚跪拜 这是一个仪式 在他们跪拜的时候 那八道遮天蔽日的星空身影 手中各自飞出了一个球体 一共八个球体撞击在一起 猛然形成了一个彩色的结界 从虚空之上落下 将整个宙神地宫笼罩起来 天道 开 此间地界 由天法执掌 那彩色结界上 八道神影在其上涌动 声音肃目威严 令人敬畏三分 这彩色结界 就是天道竞技场 它可降临上兴虚很多正式场合 它是天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个绝对公正 规则的竞技场合 而天法赌约 只是天道职能的小部分 并不如天道竞技场 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高 没错 宙神地宫的试炼 也纳入天道的监察范围 这才是天道的 在正式场合的作用 在上兴虚 天道竞技场内 就是肃目的圣地 第3727章 这世界疯了 天道竞技场降临 意味着试炼开始了 竞技区域 除列明外之人 不得插手 否则遭受天珠 观战区域内 亦不得寻仇 否则遭受天法 这两大铁律 直到天道竞技场结束 竞技区域 观战区域 两大区域 都有严格限定 只要进了天道竞技场 不管是观众 还是参战者 都相当于 被种下了一枚天法种子 谁违规谁死 对此 李天命相当震惊 他也是刚刚知道 还有天道竞技场这玩意儿 简直就是 在天法赌约上 又加了一层保险 但是他非常不了解 上兴虚的人 为何如此看重这种境界 搞得这么正式 公平 生怕有人违规 连观战区动手 都会被天道诛杀 他问龙茜 下兴虚的禁忌 没有天道监管吗 龙茜很意外问 怎么可能有 台上在打 台下 也在打的 很常见 李天命无语笑道 龙茜没见识过那种场面 所以没什么概念 他语气很严肃 道 说实话 禁忌是一个好听的词语 听起来比较和谐 但实际上 禁忌的本质 还是资源竞争 不管是这中子兴虚的中子兴 还是秩序神源 旷迈 星海神剑 功法战爵等等 都是一个士族强大与否的关键 李天命点头 这我知道 整个上兴虚 很多试炼都纳入天道监察 由天道来保证绝对的公平 我觉得 可能和上兴虚的势力结构有关系 这里是由八部神众这八个势力联合掌控的势力 八部神众之间 肯定存在非常激烈的资源竞争 这种竞争关系到士族的兴亡 如此 当他们拥有天道这种超级武器的时候 他们知根知底 很明智地选择将一切竞争 交付给天道来裁决 我想 这就是上兴虚的星空士族 信奉天道的原因 如果这上兴虚 是由单独一方势力掌控 有自己的分配规则 就不会将天道竞技场提到这么高了 龙欠道 李天命一下就听懂了 八部神众 不想内战 这应该是他们统一上兴虚的核心理念 八部神众 共同遵守 一旦脱离了这个体系 一切归于无序 正所谓 天下分九必合 合九必分 那争端就大了 八个势力 那是相当混乱的 这和盗狱三家不同 盗狱三家是抱团 控制百万戒狱 而上兴虚的势力 全地属于八部神众 除了彼此 应该并没对手 李天命心里想 上兴虚现在表面上的平和 天道竞技场的作用非常大 当然这是我在中子兴虚所见所闻 其他地方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并不知情 龙倩道 反正在这里 只要我们进了观战区域 他们就不敢动你 只要我和我妹 小鱼进了竞技区域 不管我们干什么 就算是杀人 整个咒神地宫试炼过程 他们敢动我 就是死 李天命道 对 咒神都挡不住天道成剑 龙倩认真道 怪不得 你让我先不出现 要在天道竞技场降临前的一瞬间入场 李天命哭笑不得 没错 他的九龙帝 葬卡点进场了 天道竞技场 有两个区域 核心是竞技区域 只笼罩咒神地宫 而外圈是观战区域 范围比较大 将五百多万观战者 包括战神号 粉月号 赤星号 和刚刚冲进来的九龙帝葬 都给囊括在里面了 接下来 由天道维持绝对的公正 这是一局公平的游戏 只管放手一搏 天道为你护航 说白了 这是八部神众给他们自己制定的公平游戏规则 炎黄神族正常来说 根本不可能有上台竞技的机会 我们这次进来 属实算是进了上层人物的游戏厅了 他们是被邀请进来的 就因为对方 掩热九龙地藏 龙谦他们实力很不错 现在加上九龙地藏如虎添翼 哪怕是大规模屠杀奴族 都不可能让龙谦就贩送星海神剑 所以 拉他们入局 是很好的陷阱 尤其是得知 李天命是星海神剑掌控者后 天道竞技场内 我要是被杀了 这竞技场的优先级 在西姐和江灵溪的天法赌约之上 那焚越教 赤星教的人 先抢我地藏核心 是符合规则的 这正是对方见龙谦古怪 都敢冒险的关键 天命 情况有点麻烦 龙谦一直都不太明白 他敢进去挑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他知道李天命突破了 但以他的实力 距离在战绩上碾压两大轿 还有很远 最难受的是 在这试炼即将开始的时候 列明刚公布 他才知道了 有新的麻烦事 什么麻烦 落日归阳 星月 这里有好几个 都不是忠子心虚的人 应该是来自星月神阙的 落日神众和允星神众 他们肯定更强 龙谦咬牙看向李天命 你真的有把握 你可是你自己的星海神剑 李天命笑了 道 西姐 你就放心吧 其实我早知道 他们有额外帮手 只是忘记跟你说了而已 什么 龙谦呆呆看着他 早知道江灵溪他们来阴险的 他还赶上 这少年哪里来的自信 关键是 他还要带微声漠然入场 这女孩的境界绝对的全场最低 这上万眼镜龙族都想不明白 不过 他们还是愿意来到这里 以命保护李天命 哦 这正是九龙地藏正式亮相的时刻 天道竞技场刚刚降临 就有这样一艘星海神剑入局 着实把三大叫的人吓了一跳 试炼还没开始 变数就太多了 这是谁的星海神剑 不知 这时 一众眼镜龙族从中出现 奴族 靠 这世界疯了吧 一群奴族 竟然开着豪华战舰进场了 五百多万人 简直瞪目结舌 爹 战神教那边 那叫行百战的年轻人 瞳孔一缩 眼中怨气涌动 龙溪 他哪里来的星海神剑 行道硬死死盯着这帮人 然后 他看向江灵溪 莫凡两人 眼睛里风暴涌动 这两人让奴族进场 绝对和这星海神剑有关系 行道硬一下就想明白了 第3728章 星禅思一 爹 焚月号和赤星号 好像有损伤 会不会是这星海神剑干的 行百战声音万分森冷 应该是了 看来 龙溪是走运得了重宝 而这两位设了陷阱等他 天罚种子 当行道硬的目光 落在龙溪 将灵溪和莫凡额头上的时候 他心里万分阴冷 一下就想到了关键 他们立了天罚赌约 马上去查探他们的赌约内容 一定和那星海神剑有关系 行道硬对身边一个五十米高的男子说道 爹 万变不离其宗 肯定和那第四列的三个名字有关系 有可能比竞技场的战绩 决定星海神剑归属 就是不知道 焚月教和赤星教 拿什么诱惑龙溪 还用落日归阳等人赢了龙嵌一把 行百战挑眉 我先查 你进去后随机应变 甚至可以找几个焚月教赤星教的核心弟子 用点手段逼问 把这细则问出来 行道硬声音如同从地狱传出来 你放心 这么好的星海神剑 怎可能让这帮贱人拿到 要是他们和这三个奴族比战紧 我把这三个奴族送到他们头上去 行百战双眼死死盯着龙嵌 迎冷到 再怎么说 这龙嵌也是我们这出去的 他是我们的奴 他的一切 本也应该归属我们 这帮贱人也敢下嘴 我撕烂他们 他很阴毒 这是战天神族的自信 也是他们的行事风格 虽然所能看到的信息有限 但他们基本上 已经猜测得七七八八了 你说的对 龙嵌是 我们这出去的 他捣乱越大 我们丢脸越大 是时候找机会 彻底弄死他了 行到硬眼窝之中 挥舞涌动 爹 这么好的姑娘 直接弄死 太可惜了 他只比我高一重了 行百战舔了舔嘴唇 宁声道 奴族而已 你饥不择食 不怕人笑话 不怕那天到智谷 让废掉你 行到硬瞪了儿子一眼 行百战善善一笑 道 爹 我托人找到了一件罕见的神物 叫做星蝉四衣 这是一种万昼级凶兽的产物 非常轻薄 可以将用其将龙嵌整个人覆盖住 听人说 体验跟真的上 一点区别都没有 我本质上和他没接触 却可以捅破他 这样他的臭气 就不会影响到我了 你是有病吧 行到硬狠狠抽了一下他的脑袋 怒道 为了上一个奴族 你恨不动这么多心思 爹 行百战很严肃 他看向那黑甲 妖娆的龙嵌 道 抛开天到智谷不谈 你不觉得这个女人魅力爆棚吗 她有勇气 胆气 她内心刚烈 容貌出众 气质超凡 有天到智谷限制 还能修炼到五眼生镜 我认识的所谓八不神众 谁人能比 征服这样最野的女人 才最爽 懂吗 行到硬 不得不说 他承认儿子说得对 龙嵌很吸引人 抛开天到智谷 谁家男子 不会对这样刚烈的女子动心 欲想征服 虽如此 行到硬还是要说一句 你这行为 在爹看来 就和上狗差不多 都是下剑品种 反正我见狗长得好看 不会想上 行百战 聊不下去了 其实 他们嗓门很大 银尘暂时没法大摇 大摆在他们面前晃 但白叶那灵魂种 就像是蒲公英一样飘散 灵魂之力不动声色 还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心禅思一 李天命闻言 心中杀鸡涌动 心里嫌弃 又还顶不住诱惑 这就是战天神族 我还以为战天神族 会类似黄金族那种形象 金色 威严 强壮 如雄狮一样呢 没想到 名字如此霸道的三大天神族之一 真正的超级鬼神 竟然是这样枯兽 灰暗 和死亡相伴的 当然 战天神族也有无数分支 李天命不确定 战天神族是否都是这样 最起码眼前这些 和这个霸气的名字 大相径庭 残暴是残暴 那种高高在上的嘴脸 也确实是恶心 不知道能否利用他们 把焚月轿 赤星轿干废了 李天命灵机一动 感觉这是个机会 这就要看迎臣和白叶的本事了 尤其是白叶 李天命扫了一眼 三大轿 一共三百人参战 因为这试炼的主体是修炼 而不是战斗 所以三大轿中出动的 还是以天才为主 其中大约还是续静的小天才 一共有六十多个 小六 说不定有用武之殿 李天命很期待了 这两只半生兽 一个侦察狂魔 一个间谍大师 用得好 敌人还不得闻风丧胆 嗯 李天命刚想到这 没想到半生空间内 那死亡属性的灰色棺木 似乎对那战天神族有些想法 估计是这战天神族的死亡力量 吸引到他了 这倒不是说 就这几人能让小八出生 而是说 他们的力量 还有他们背后的东西 说不定是小八继续足够诞生之事的条件 别急 给你记住了 战天神族 李天命安抚他说 他也像是 能听懂李天命的话 平息了下去 还挺听话 这让李天命稍微有些意外 他还以为越是后面 这些东西越是暴力呢 天命 要进场了 这时候 那三大教的三百个参战者 已经进入了天道竞技场的竞技区域了 嗯 李天命点头 带上了李清宇 微声漠然 我和江灵溪 莫凡的天法赌约 只和我们和他们加起来 三方势力内的最高战绩有关 你们获胜的条件就是 你们三个有任何一人的分数 超过他们一教内的最高分数 超过一教 就是百万族人 超过两教 那这两大教 以后就没人取忠子兴了 龙茜有些凝重 再说一次 百万 两百万 这个赌注 太大了 对方为了花大饼 吸引他们送出星海神剑 确实很敢赌 这种天法赌约 戏则全靠双方约定 所以听起来是有些儿戏 但这就是游戏规则 李天命要赢 得超过那两大教所有人 第3729章 迎臣 白夜的舞台 至于战神教 他们整体和这个赌约 没关系 但 因为分数获取的原因 他们是重要变数 咒神地宫内 有很多房间 每一个房间内 都有一个咒神天魂 每个房间 同时也有基础分数 每个人 可以任选房间修炼 修炼天数成房间的基础年数 就是个人分数 比如基础一分 修炼三年 那就有三分 但是 基础分数越高的房间 咒神天魂越高级 想进去的人就越多 所以这里 就有挑战机制 想要继续修炼下去 就要接受挑战 守类成功 可以继续修炼 守类失败 不但要出房间 自己修炼的所有分数 都要被对方拿走一半 当然 挑战失败的人 也会被夺走一半分数 怎样才会最高分 很简单 两种方式 第一种 在基础分数最高的房间 修炼最长时间 来一个打一个 不但有修炼分 还能夺走挑战者的分 第二种方式 就是一直挑战 一直赢 把第一种方式的强者 干下去 所以 关键还是占领 不过 年龄小 境界低一些的天才 暂时也用不到太高的咒神天魂 所以他们 也没必要进太高级的房间 对这一类人来说 咒神地宫 确实只是一场修炼而已 不需要竞争 但李天命不是 他必须要竞争 咒神试炼时间足够 我暂时也是修炼为主 能不出小鱼 就尽量不出 李天命早就算好了 既然是福利 不要白不要 他选第二种方式 至于能有多少收获 那道另说 我和其他人相比 最大的优势 就是 我带进来了很多衍生虚 这玩意儿 还是很有用的 尤其是配合 咒神天魂的情况下 前期 就让银尘遍布 整个咒神地宫 监控每一个人 看看能不能搞搞事 呵呵 一个密闭空间 灰暗地涌到 尼宫般的地形 正是银尘 白夜的舞台 这一刻 李天命三人 正式进入禁忌区域 也正式进入 忠子心虚数百万人的视线 一个血脉遥远的边缘 幻天神族女子 两个莫名其妙的人族 代表奴族出战 噗 当人们看到李天命肩膀上 那一只四处观望 一副乡下人 竞成模样的萤火后 当即喷烦 我靠 珍惜品种 娘啊 我长这么大 终于看到 不是咒疾兽的半生兽了 我的天啊 震惊 哪怕曾经去万道谷 都没这么让人震惊 毕竟万道谷 还是普通半生兽居多 只有齐天室 视咒疾兽 而在这上兴虚 不是咒疾兽的半生兽 传说中存在过 这真的是 一群狮虎斗 放进来三只臭虫 搞什么啊 可能和那星海神剑有关系 想到九龙地藏 观众才能理解一些 这群奴族 应该是被坑惨了 自己不赶上 不知道哪里找了三只臭虫 顶上来搞笑了 到底真相是什么 大家很好奇 但 这改变不了他们那种 带着等级的目光 上兴虚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世界 种族和血脉的歧视 支配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据说 这里甚至有严格的血脉等级 高血脉 就是能让低贱血脉 下跪磕头 在他们眼里 李天命他们身上 所呈现出的东西 确实连奴族都不如 真的太像下水道的臭虫了 不会真的是从下水道上来的吧 人人面面相去 多少有点怕了 我们没事 有节节隔绝 但是我们的天才还在里面啊 不会是臭虫攻击吧 那奴族也太恶劣了 不得把人吓死 一时间 万中热议了起来 宿静 就算是下心虚臭虫 他们已经用中子星替换力量了 其本质被影响 但现在影响不到别人 江灵溪大声说了一句 众人这才缓过神 仔细一想也是 江灵溪怎么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呢 我还以为下心虚是灵智未开的事件呢 你们看这名字 有霸气的 也有文雅的 看来还有流星文化 还真是 李天命 笑死了 操 我也心里 真会气 就这样 李天命盯着五百多万怪异的目光 来到了咒神地宫前 我不想装 非得让我装饰吧 坦白说 他也懒得打脸 但这上心虚的等级世界 却好巧不巧 又让他撞上了 这次比杂血欲受尸 还让人无语 但这就是上心虚 不只是观众 当他们三个来到这里后 前面还有三百个对手呢 这些来自三大教的天才 都在前面回头 恶然地看着这三人 他们倒是没嘲讽 但是那种惊恶的眼神 还有下意识往后躲的样子 有点让人恼火了 快跑 先进咒神地宫 别被靠近了 果然 都被吓跑了 不是因为李天命神威盖世 而是因为那些家伙 他自己沾到了下心虚的力量 成不了众神 这是剧毒 老子迟早把你们逮到下心虚 到真正的臭水沟里喝个够 李天命火了 他妈的 这三百人 全得给老子死 白夜开始在李天命脑子里咆哮 果然 他比李天命暴躁多了 可能是对比地魂 命魂 他先天不足 所以更受不了歧视 行了 进去 等那帮人全跑进去了 李天命等三人 才在这五百多万惊恶的目光中 进入了咒神地宫 眼前是一个黑暗事件 一个迷宫 一条条涌到 从这入门口延伸出去 在深处闪烁着冷耀的光芒 一阵阵灰暗迷雾 在这入口处 为了抢夺基础分数高的房间 抢先一步 一旦进入这咒神地宫 那些人就已经争先恐后 全部入场了 一共三百多人 但房间 好像只有两百个 这就导致 必然会有人在外面 李天命入场慢了一步 肯定也要挑战别人 行 跟着哥走 李天命拉着微声漠然的小手 然后对李清宇道 这些人 都好讨厌啊 李清宇回头看着那几百万虚声 不断的三大叫上 心虚十足 正常 优越感这东西 在村里两户人家的对比中 都能产生 更何况这宇宙巅峰 能投胎的高等血脉 肯定要抓紧时间 比试别人了 不然等下辈子 李天命呵呵道 他见多了 都是这德性 不嗅点优越感 怎么掩盖住自己 对其他更强者的敬畏呢 被踩了 当然想踩人 踩谁 当然是比自己低贱的人 而且会踩得更狠 第三千七百三十张 我杀你 你奈我何 都是井底之蛙 只会低头看 李清宇厌恶道 他们三人 正式踏入咒神地宫 这入口处有个迷障 通过的时候 如果不想独行 可以拉住身边人的手 李天命暂时肯定不会 和他们分开 嗡 一阵风暴卷住他们三人 彻底进了里面 碰 他们落在地上时候 已经是在这咒神地宫的深处了 周围是天神闻遍布的黑色墙面 这永道足以让白米巨人在其中战斗 他们在这行动当然方便 出去 把每一个人 都给我找到 李天命直接把大量的银尘 白叶放出去 其中 银尘没机会吸收矿石 所以 他现在大部分个体 还是净化前的水平 有人 来了 刚放出去 银尘就报信了 李天命猛然抬头 前方有一个人影 从黑暗和雾气当中走出 已经锁定了他们三个 这要巧 开着造化及星海神剑的下心虚臭虫 看到他们三个的那一刻 来人当即笑出了声音 雾气卷动之中 他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金发男子 浑身闪耀金灰光芒 一双眼睛如同烈日 灼灼盯着李天命三人 眼中满是狮子薄兔般的细血 认识吗 我叫江振 我母亲是焚月教主 我乃正式的落日神众血脉 江振居高临下 低头看着李天命 不认识 李天命道 江振愣了一下 他旋即笑了 你们下心虚的人 是不是脑部发育不太健全 所以有点愣 这种情况普遍吗 江振乐着问 我实在是有点好奇 你看起来也不咋聪明啊 还不知道要跑 引火结过话 比翼说道 跑 江振盯着这小尖 终于忍不住 扑齿一声笑了起来 哈哈 他大笑 你这只鸡 真是小得可怜 和你身上那小玩意儿 一样小 你这两个母臭虫 见过什么叫状况吗 江振说完 很自然地松开了天云神器甲重 看到没有 两米多长 比你们人都宽 这就是上心虚的好汉资本 有没有脸红心跳 李天命 李清宇 微声漠然 连忙扭头 他们脸都轻了 什么玩意儿 李天命可知道 外面的观众 可是都是 能通过天道竞技场 看到里面的每一个细节的 公然露出 还两米多 李天命自己看一眼 那倒没什么 怎么可以在美女面前做这种事 自卑了 生气了 哈哈 行了 不逗你了 臭虫而已 碾碎了后 把重要的东西提取出来就行了 江振刚到这里 眼前猛然闪来一道黑影 他愣住了 下心虚臭虫 主动进攻了 吃 他下意识吃笑 就在这一瞬间 那白发少年的右腿上 猛然出现一个护盾 那护盾有三重 形如三个秘籍的世界 其上有天 有地 还有无数的人影 哄 少年身上 不知道有多少重力量爆发 那堪比鬼神 甚至超越鬼神的肉身 瞬息爆发 冲破空间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蓝荒的新神通 三彩鸿蒙剑 李天命猛然一腿 以四大半生兽的加强后的血肉之力 配合所有个体的周天星海之力 施展三彩鸿蒙剑之神通 对着江振的脸面 猛然一腿踹出 蚊子来近战了 啊 江振刚说完一半 轰隆 在李天命这一腿踹上去时候 三彩鸿蒙剑猛然爆炸 这是蓝荒有史以来最强的神通 天 地 人 三个世界重合爆炸 一时间山崩地裂 沧海倒转 无数人体爆裂开来 极致的力量幻象 就如真正的世界爆炸 这神通产生的毁灭性震荡 配合李天命一腿血肉神威 当即踩在了江振的脸上 碰 江振的脑袋 当即炸开大半 头骨直接崩裂 脸面凹陷下去 后脑勺直接蹦碎 无数灵体星辰威力标射而出 啊 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 当即响彻整个天道竞技场 一个二眼生静的御寿师 也敢这么靠近我 李天命笑了 真特么找死 还敢轻视他 就这一下 他就用心神通 把这家伙中创了 脑袋爆了大半 还怎么打 轰隆 李天命猛然一拳 黑暗壁携带雷霆之力 轰击在江振身上 此人再度惨叫一声 胸腔爆裂开来 整个人折了过来 轰然跪在李天命眼前 李天命听到 外面已经传来 排山倒海的惊呼声了 其中还混着 那江灵溪的震怒之音 住手 你再动他 下场必然凄惨 他估计也没想明白什么情况 但反应倒是挺快 都直接威胁了 确实 外面几百万人 都已经炸了 每个人脑子里嗡嗡响 下场凄惨 李天命忍不住笑了 在这天道竞技场 你动不了我 出了天道竞技场 我九龙地藏飞天遁地 我杀你儿 你奈我何啊 砰砰砰 那江振惨叫连连 他反而醉猛 所以到现在都还没反应过来 倒是他的半生兽 终于出现了 李天命将这江振踩下去的时候 其半生空间内 一头黑金色的猛虎猛然冲出 镇玉昆吾 杀了他 江振淒力咆哮 镇玉昆吾 名气还挺霸气 李天命双眼看去 只见那是一只黑金色的猛虎 大约有三十多米长 乃是十五级的咒疾兽 很高级了 他周身涌动星光 有一对剑齿 十分霸气 眼中共有三千多万星点 再乘十五倍 那星点也不少了 这些咒疾兽 迈向都是很惊人的 刚出现 就闪耀整条涌道 其凶煞之气弥漫开来 他的力量 起码是将阵这玉兽师的十倍以上 在上兴虚 玉兽师是半生兽的弱点 所以 他们会类似曾经的暗族 用出很多配合手段 正常来说 江振都会保护好自己 今天是例外 他都没想过出半生兽 结果自己就先给干费了 差点死了 杀了他 江振显然对自己的 镇玉昆吾 非常有自信 这才是 他作为玉兽师真正的资本 好 镇玉昆吾嘀了一声 力量果然非常磅礴 这种玉兽师 其实最怕的就是鬼神 因为鬼神近战强 可以靠近玉兽师 擒贼仙擒王 李天命现在不是鬼神 但他比鬼神强悍多了 更可怕的是 他比二眼生静的鬼神 小太多 又小 又强 这最可怕 你的依仗是半生兽是吧 李天命一脚把这二十米巨人 直接踢飞上百米 然后 他二话不说 直接冲向那镇玉昆吾 和他硬碰硬 轰隆 镇玉昆吾 十五级力量卷动 轰 两人几乎相当于以血肉之躯 猛然在空中对撞 碰 那三十多米长的镇玉昆吾 竟然倒飞出去 撞在墙壁上 嘴角一雪 他当即傻了 这他码的是人族 他震怒和惊骇之中 席卷全身之力 不再敢大意 算是真正发挥了其本事 轰隆 他浑身闪耀刺眼金光 一道道金色虎纹 凝结成一对巨翼 这是神通力量 他咆哮一声 轰然冲向李天命 巨翼化作无数尖刺利爪 杀向了他 咒疾兽 李天命冷笑一声 猛然前冲 十方纪元神剑 汇聚东皇剑之中 他的石神力量 一下全场可剑 这就是奴族经典标志 所以这一刻 大家终于确定 他原来是个奴族 是个能用半生兽 血肉力量的奴族 大日碎神诀 焉 李天命双手握剑 暴杀而去 但这一剑 其实不是关键 关键是 左右双手的引火和喵喵 他一剑杀出 剑气烟灭星辰 而在这之前 引火和喵喵 同时用了两大神通 为他开刀 一元炼玉火 两仪混沌雷 一道世界级烈火 一颗黑白混沌雷霆 就在近在咫尺时刻 茫然爆发 当即摧毁那 十五级骤疾瘦的 神通力量 轰击在其身上 李天命冲破雷火 猛然一展 框荡 一个巨大的虎头 当即砸在地上 轰轰轰 两大神通余威 将其肉身湮灭 他们两兽神通之强 可见一斑 李天命 再次越杀六级 而且很轻松 杀完之后 他猛然回头 那江振刚刚凝结出了脑袋 就看到了 这让人恐惧 呆滞 怀疑人生的一幕 你可真废呢 下心虚臭虫 就把你打成这样 李天命手持东黄剑 一身雷霆火 另一手托着一个挣扎的虎头 朝着江振走去 江振傻了 臭虫 这里乃是我焚月轿地盘 我乃 他刚说到一半 一个人影出现在他头顶上 砰砰砰 连续拳 腿 轰然砸下 江振惨叫之中 被直接砸成肉泥 二十米身躯 彻底崩碎 包括那虎头 也被轰碎 你乃什么 废物一个 李天命杀完他 拍拍手 不错 有一点我的风范了 白夜笑了 也爽了 好戏刚开始而已 这昼神地宫 很好玩 李天命笑了 反正外面的人 管不到里面 那还不是随便玩 母族 看看下跪求饶的是谁 哥 李清宇和微生默然 呆呆看着他 不就是暴露了一下吗 看把他气的 走 找下一个猎物去 李天命跟啥是没发生过似的 笑着说 然而 外面天道竞技场 早已翻了天 第3731章 编一种 哄 天道竞技场 观战区 这时 排山倒海的惊呼声 正在这五百多万人中掀起 在天道竞技场的影像里 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咒神地宫里面发生的一切 一个续境奴族 碾压击杀一位 拥有十五级咒级兽 镇玉昆吾的焚月教 天才玉兽师 区区续境 怎会有如此战力 这不可能 哪怕是战天神族鬼神的高端血脉 都做到续境杀眼镜 而且还是二眼生镜 事情已经发生了 可很多人还是瞠目结舌 根本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关键是 这是江灵溪的紫色啊 一介奴族 哪里来的狗胆 能进咒神地宫 就已经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竟然还敢斩杀焚月教的 天才玉兽师 五百多万人中 属于焚月教的那一帮人 直接站了起来 一个个面容森冷 肃杀 卑贱的奴族 真是找死 一个血脉低等的士族 就算有半生兽和食神又如何 所谓双修 就是双废 乖乖当奴不好 非得上蹿下跳 自寻死路是吧 江镇代表的是 焚月教御寿师的脸面 而且他也是堂堂正正的 落日神众 焚月教 上百万人 当即万分震怒 眼中杀鸡生疼 教主 我提议 现在就把这帮奴族杀光 把那星海神剑 抢过来算了 对 眼镜的奴族 对我们来说根本没用 以后禁止奴族到眼镜 有一个杀一个 气死我了 他们是主子 一直都是主子的心态 主子被奴才杀了 怎么人啊 这里是天道竞技场 杀不了啊 他妈的 这些狗奴才之前躲着 现在又藏在龟壳里 真是恶心 想到天道 天罚 他们想想还是算了 一口气 撒不出去 还得看着李天命 在咒神地宫里大摇大摆 这就憋屈了 每一个焚月教的人 心里都憋着一股气 所以面色都很难看 被战天神族扇一巴掌 那没什么 被一个奴才扇一巴掌 那五脏六腑都得气裂了 江灵溪不生气吗 他当然生气 这一幕发生后 他一张脸都是阴寒的 那一双眼眸里 如同有金色火焰在灼烧 连那天神文构成的星辰尊座 都让他捏碎了 但 他比普通人更知道 天道竞技场 不可乱来 天罚赌约 不可草率 所以 他只能把这怒火咽下去 儿子死了 虽然他 还有其他子嗣 但 眼镜心神 培养一个儿子 更不容易 心里都在滴血啊 死在战天神族手里 还说得过去 被奴族杀了 真是千古羞辱 江灵溪双目里杀念涌动 死死盯着李天命 有问题 旁人有一个俊逸的蓝袍中年人 忽然说 他坐在江灵溪身侧 身高比江灵溪 矮小十米左右 和其勉强算匹配 众所周知 从眼镜开始 心神涉及到了尺寸问题 于是连婚姻生活 就会变得非常现实 基本上都讲究门当户对 万一夫妻双方有人掉队了 被抛弃 丢弃 是非常常见的事 所以这整个世界 在这方面的风气 可以说非常差 人们常说 上心虚不相信爱情 就是因为尺寸 这里很难有爱情 落后 就会被抛弃 被换 能有意见 死 所以 在婚姻方面 这里确实会人情淡漠一些 只有幻天神族 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夫妻双方 约等于共生修炼 境界永远是相同的 正因为如此 如江灵溪这种身份尊贵的 高层人物 哪怕是女子 都会开几个后宫 之前的李奥月 就是其中一员 但她已经比江灵溪 低上两重了 处在努力工作 也没感觉的边缘位置 随时都有可能被甩 而此时说话的兰一中年人 乃是五眼生镜 暂时不会有这个问题 她名为陈陈陈 是江灵溪的男人之一 亦是焚月教的核心人物 江震 就是她儿子 这是江灵溪的焚月教 儿子当然不可能和陈陈陈性 什么问题 江灵溪冷冷看着身边这男人 我们刚当是四位定士了 认为没有咒疾兽的奴族 就一定来自下兴虚 其实不一定 陈陈陈墓中有些心红 江震是她地位的依仗 自己努力培养的儿子没了 其实她更努 还有其他可能 江灵溪皱眉 她体质很有问题 半生兽入体融合 竟然产生了类似鬼神的效果 使得她近战能力惊人 但搞不懂她续境 为何会有如此体谅的周天星海之力 所以我认为 她的血脉 可能产生了某些变异 导致咒疾兽的特征 没有外显 能产生这样的变异 也说明 她本身有一些资本 应该是上兴虚才能诞生 陈陈陈冷静分析说 不是下心虚臭虫 这样说的话 江灵溪稍微能够接受一些 她双眼阴冷扫向龙嵌的方向 道 我就说 这剑毒敢答应天法赌约 肯定是有依仗的 这叫李天命的人 确实有很大的古怪 他们倒是有一定心理准备 没事 从刚才展现的手段来看 她应该是全力了 不管她怎么变异 二眼生进战里 是她的极限 我们焚月教 赤星教内能 杀她的人不守 加上落日归阳和星月他们 目前看还是比较稳 陈陈陈陈生说道 也是 江灵溪答应天法赌约后 一直都有一种对未知的忌惮 她每天都在想一个续境奴族 能有什么本事 现在李天命展现出了怪异 她倒是放松了 因为这种怪异 还动摇不了结果 除了他们 赤星教 战神教和星卫 那些眼镜强者 亦都在谈论李天命 最后 他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这不是下心虚臭虫 是变异奴族 马德 狗奴才当久了 变异都出来了 以前还真没见过 他都变异成这样了 说不定已经是眼镜了 只是先天太差 变异出了错 导致现在这古怪模样 这人要是把秩序镇压而出 境界就清楚了 反正 这一帮高高在上的权贵们 会自己脑补李天命 战力缘由 他们不会有一个人承认 李天命是因为天赋高的离谱 真正跃六级杀人 半点都没变异 毕竟 奴族是公认的 被天道置骨惩罚的 低天赋一族 这是上心虚的铁律 上心虚有三大等级 八部神众 最高 普通星空士族 第二 奴族 电谍 这三大等级 其中第一 第二内部有很多细分 比如说 八部神众里 三大天神族 在其他神众之上 但 奴族全上心虚最低 谁都能踩 是铁定的 不知道 他背后可有奴族烙印 很多人都想看看 第三千七百三十二章 咒神 太玄 咒神地宫内 李天命听着银尘 说起外面那些人的议论 炎黄神族后裔 背负了太多了 他如此劲爆表现 丝毫没有动摇这些人 对奴族的看法 李天命知道 要颠覆这上心虚的一切 任重而道远 这脸 就得一次次打 打肿了 废了 跪下了 就会承认 老子们就比你们牛了 李天命冷冷一笑 他有银尘 白叶 可以掌握很多主动 逢凶化吉 天道下的竞技场 天法赌约 都是好东西 可以多多利用 银尘 白叶多好用 李天命还在沙江镇 他们就已经给李天命他们 找好了 咒神帝宫的修炼室了 人少 偏僻 分告 关键是 这两个房间还靠近 这三大叫的年轻人 为了咒神天魂修炼室 已经大打出手了 时间还长 我先狗一波 同时晚点刺激的 整个咒神帝宫 到处都是争斗之声 李天命则有银尘带路 进了一条比较绕的涌道 顿入深处 其尽头处出现了两个 很靠近的黑色铁门 铁门上天神闻涌动 构成了两个数字 左边是六 右边是五 意思是 这两个修炼室的基础分 一个是六分 一个是五分 这已经算高的了 李天命已经问过银尘了 这咒神帝宫内最高的修炼室基础分 是星海级咒神天魂的二十分 其他星辰级都是十二分以下 WWT-0 星海和星辰 肯定有明显区别 球状蜂窝煤 蜂巢 城池 陆地 星辰 星海 这就是秩序的地境 哥 五分的咒神天魂 大概是多强 李清宇好奇问 那黑白巨人的天魂 在这里大概只能算一分 李天命感慨说道 很好理解 阴阳界的咒神 确实是最低层次的咒神 而基础分五分的咒神 肯定比他强得多 六分 更多 所以 这两个修炼室的咒神天魂 必然对李天命 李清宇有用 至于微生默染 他近来就是兜底的 他还用不上这么高级的玩意儿 没办法 蔡 哥 我五 你六 李清宇道 行 李天命看了一下微生默染 道 你跟清宇一道 关键 关键时候 他们能互相保护 我能进去吗 一个修炼室 不是一个人吗 微生默染问 银尘说可以进 只是修炼的只能是一个人 别人还要打开房门进去挑战呢 你就待着 不挑战 清宇就行了 李天命道 嗯嗯 微生默染点头 如果有人靠近 银尘会提前通知我的 李天命笑道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这就是太古混沌巨兽 玉兽师的长处 我虽然没有两米 但勤劳能干 嗨嗨 不就是两米吗 老子迟早超过炎黄神柱 李天命骂骂咧咧道 你不用跟我强调 微生默染低头道 靠 没想到一句牢骚 都让他听到了 仔细一想 微生默染 确实最不想看到 他膨胀的那个 没办法 他太慢了 这个给你 多沉淀沉淀 下次我再帮你一次 自信抬了好几重 尽早在境界上赶上我 李天命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放心吧 你 我包定了 他说着 把元祖的天魂秩序 给了微生默染 这些秩序级别 比不上咒神地宫 但对小鱼而言 够了 我努力 微生默染深深说道 行 回见 李天命和他们 各自打开黑色铁门 进入其中 进去后 里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台 可以容纳数百米的巨兽 在这其中战斗了 而挑战台的尽头 还有一扇门 那里才是修炼之地 谁在挑战台赢了 才有资格进去 这时 两个修炼士都没人 李天命和李清宇 都可以直接参悟天魂 而微生默染 在这挑战台下 自己修自己的即可 基础分六分的秩序 一年六分 参悟一年 感觉不过一瞬 每赢一场 一年免战 李天命推门内门 哄 他被直接吸入其中 眼前世界一片黑暗 嗡 忽然之间 一个耀眼的金色星辰 出现在其眼前 星辰上 乃是金色的陆地 海洋 而其上又有六边形的城池 城池内 住着忙碌的风头人 全是六边形 落日神众咒神 封号 泰玄 一个声音 如同金色风暴冲击而来 撞击在李天命身上 泰玄 这个星辰秩序的体量 确实是黑白巨人秩序 天魂的六倍以上 一个巨星 听起来还牛逼的样子 行 就以你为引路人 观摩参悟你的修炼见解 李天命撞向那星辰秩序 同时 他对银沉 百叶道 目标明确了是吗 行 开始你们的表演 一条昏暗的涌道里 煞气翻滚 砰砰砰 一个不到两米的灰袍少年 双眼空洞 面如恶鬼 在这涌道中行走 他的眼前 出现了一座基础分为五分的黑色铁门 终于找到修炼士了 灰袍少年笑了一声 虽然是笑 但听起来 却像鬼哭狼嚎一般 他很高兴 但是 这黑色铁门外 正有一个十米高的鬼神 他从一个方向过来 也刚好找到了这个修炼士 行百封少爷 那十米鬼神见了他之后 脸色一变 那伸向了大门的手 直接停了下来 滚 灰袍少年行百封道 是 是 十米鬼神明显来自战神教 这修炼士虽然是他先发现的 但 他哪里敢和行百封竞争啊 这可是忠子心虚第一强者的幼子 是这次试炼中 年纪最小的一位 若不是他身份高 怎可能以不到百岁的岁数 静咒神地宫竞争 要不是他乃行道硬之子 乃纯正的战天神族 这十米鬼神 又怎么会立刻持续放弃 连忙鬼远 像这十米鬼神 因为敬畏身份 直接放弃的行为 天倒是不管的 这修炼士不错 家里那些祖辈的咒神天魂 我都参悟得差不多了 换个新鲜的 说不定能让我快速成为一眼圣镜 百岁灯眼 这在上心虚 乃是顶级天赋的象征 行百封正要开门 忽然 侧面又传来了脚步声音 又有人来了 第3733章 小丽子 给我冲 滚远点 还没看清楚来人 行百封就对那昏暗的涌道 吼了一声 他乃战天神族 吼声很有辨识度 这种灰暗 沙哑 枯燥的声音 别人听起来相当难受 吼完之后 行百封便没在搭理 刚好把那修炼士的大门打开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明明可以轻松 听出他的声音 但来人竟然没走 甚至还加快速度 来到了行百封的眼前 不知死活是吧 行百封那灰色圆溜溜的眼球 猛然转了过去 他眼前出现了两道身影 一男一女 都不是眼镜 所以身躯只有寻常人大小 江徐灵 墨东 行百封嘴角涌起一抹冷笑 这正是这一男一女的名字 他们都是参战者中 岁数最小的一批 都不是眼镜 从小竞争到大 彼此之间当然万分熟悉 那叫江徐灵的少女 和江灵溪有些像是 金发妖娆 岁数不大 身段玲珑 肌肤滑嫩 而那叫漠东的少年 有着一头彩色如星辰般的长发 一看就是允星神众血脉 我倒是谁这么大胆 原来是两位教主子嗣 呵呵 行百封阴冷一笑 心里上仍有优势 这中子星虚名义上说是三足鼎立 实际情况就是 焚月教和赤星教的势力加起来 都不敌战神教 这也算是整个上星虚 三大天神族和五大神众的势力 对比缩影 平时在咒神地宫外 就算江徐灵 莫东 都是教主子嗣 碰上行百封 他们都得绕着走 根本不敢和他硬碰硬 这不是实力的问题 因为他们都比行百封的岁数要大一些 而是背后势力的震慑力 战神教 凶残 霸道 在中子星虚是真正的霸主 所以江灵溪 莫凡 很约束子女的行为 尤其是行百战 行百封等人 最好别骄恶 因为从小骄恶 长大就会记仇 到时候 等着行百封强盛起来 要是报复就麻烦了 行百封也习惯了 他们对自己低头 这就是上兴虚的血脉 地位压制 然而 今天有些奇怪 那江徐灵 莫东两人 微微抬起下额 看着行百封的表情有些古怪 他们两人眼中 猛着一层层白雾 不靠近看 看不出其诡异之处 战天神族 很牛逼吗 江徐灵双手插腰 扭动着脖子问 旁边的莫东 把他扒皮 抽筋 把气心脏挖出来看看 把他脑子吃了 看看还牛不牛逼 莫东节节笑道 哈哈 自己和自己说话 真他妈的有意思 江徐灵说着 低头拉开自己的衣巾 往里面瞅一眼 道 这个形状不错 不知道小李子 想不想掌控一下 他刚好一个人独处 等办完事后 我们把这人给他送去 感气是我的肉身 非得狠狠误了他不可 莫东表情诡异 嘿嘿笑道 他们头顶上 趴着一只无形蟑螂 瞪眼骂道 小六 傻逼 再说 下去 落线 哦 江徐灵冷冷一笑 看向那已经被无视的忍无可忍的行百风 道 行百战 我认你很久了 我他妈的叫行百风 行百战是我哥 行百风咬牙道 管你叫什么狗东西 区区鬼神 不就和畜生一个样 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装 我告诉你 这里是天道竞技场 我可不关着你 江徐灵冷叫道 傻逼 你是 女的 不要 自称 老子 头顶上一只虫子操碎了心 好在那行百风没管这细节 而是为江徐灵的话而震怒了 你说什么 脑子没问题 行百风冷冷看到他 你全家脑子才有问题 赶紧滚远点 再不滚 我把你扒屁 抽鸡 莫东在旁边说道 呵呵呵 行百风文言 面目森冷 如寒霜 真是不知死活 他忽然伸出手 猛然拍打墙壁 这涌到顿时发出 喷喷喷的声音 传了开去 动静还挺大 废物 还叫人是吧 江徐灵击笑 真是废物 还什么占天神族 占什么天 挖地去吧 莫东鄙夷 他们两人说完 眼里闪过一道冷光 现在笑 等一会儿 你们知道惨了 行百风倒是没把握一条二 虽然大家都是超圆满 但是一打二 还是有压力的 尤其是御寿师和石神修炼者配合 还等一会儿 老子现在就弄死你这个小畜生 江徐灵凝叫一声 他的背后猛然出现一个阴影 他转身一跳 坐在了那阴影的身上 热血澎湃道 小李子 给我冲 那黑色阴影 竟然是一只十四级的咒疾兽 是一头纯金色的猛虎 浑身金光闪耀 和江徐灵十分搭配 收到 我尊敬的主人 我是你的垃圾小奴婢 那猛虎语气谦卑道 银沉顿时翻白眼 有病啊 一人分饰三角 真是个细精 不过 这不影响将徐灵驾驭半生兽 他一人一兽 猛然前冲 手中还多出了一座天原神器黑印 行百风 我约你先人 莫东怒吼一声 身上九个杰伦 诞生九个星辰巨人形状的天之石神 这石神一出 整个永道都闪耀着彩色的星光 好像顿入了星河之中 围攻 哪来的胆子 行百风有点猛 但更多的是愤怒 两个以前对自己点头哈腰的人族 凭什么 他年少气盛 怒火支配了内心 这时候当然没想逃 而是咆哮一声 化作一道灰色风波 冲向那两个对手 一条二 你们现在嚣张 等天到竞技场结束后 我非得把你们剥皮抽筋不可 行百风阴冷 吹什么尿 老子现在就包了你 将徐灵咆哮一声 他仿佛和坐下的猛虎结合在了一起 手里的黑印 猛然砸在了行百风的头顶上 你们有这狗胆吗 行百风 吃笑一声 下一个瞬间 他别拿黑印砸中 与此同时 那金色猛虎扑到了行百风的身上 硬生生将其手臂给是咬了下来 咔嚓 行百风手断了 他彻底懵了 什么情况 哎真的 怒 他怒火冲天 你们 一句怒吼还没法出 旁边磨冬汇聚十神之力 一箭刺入了他的心脏 啊 行百风惨叫 是百风的声音 周围有不少人被惊动 其中有一部分续静 眼里也有迷蒙的白雾 我和你们两个剑处拼了 行百风凄厉的声音 再度传来 听这声音判断 这已经是生死厮杀的程度了 谁敢动他 快去看看 千万别出人命 那凄惨 愤怒的咆哮 让不少人 内心开始砰砰跳了起来 而天道竞技场观战区域 此刻意识愕然 战神教那边 滔天怒火 正在酝酿之中 第3734章 战天神族之谜 落日见处 允星狗贼 我战天神族何儿等势不两立 你俩碎事万段 那有黑的涌到尽头 传来行百风声嘶力竭的嘶叫 轰轰轰 星辰力量撞爆声 咒疾瘦的凶残嘶吼声音 震荡传出 还有石神闪光辉耀 照亮着昏暗涌抱 行百风 你就是一废物 我斩你一臂 你又能怎么着啊 一男一女尖锐而得意得笑声 同样不断传出 死 那被左右围攻的行百风 他那瘦弱 看起来像是病残般的身体 发出大幅度巨变 嗡 其血肉发生着类似紫针的变化 那灰暗死亡雾气卷动之中 只见他一张脸直接裂开了三个部分 其中每一个部分都演变成一张猙獰面孔 这三张面孔都有着如同鲨鱼般的尖牙 细长的森白色眼眶 这眼眶内根本没有眼球 挤满这眼眶的乃是数以千计的惨白色蛊虫 所以这三张面孔的眼睛 看起来随时都是蠕动的状态 十分恶心 那三个鲨鱼般的锯齿嘴巴里 都有一条惨灰色的舌头 这舌头看来就像是一条布满道次的手掌 尖端有着五个类似手指的尖锐触手 而这三个面孔和魂膜 炎黄大膜又极度相似 分别呈现出了喜怒哀三种面孔 很显然 此颗怒的面孔在正前方 咔咔咔 与此同时 那行百风的身体也相当于撕裂了三次 重新长出了六条粗壮的手臂 那每一条手臂上都布满了细密的灰色尖刺 这让他看起来像是和紫针一样的近身战斗机器 这就是战天神族 上兴虚的巅峰鬼神 哪怕这只是战天神族血脉的一种 当其展现出这样的变身后 都可以明显看出来 这可比帝炎那黑白无常种 不知道要强横多少 无常种 大概相当于九元兽的天赋层次 没错 战天神族 三头六臂是真正的标配 前些天 龙倩带着上万眼镜龙族进入太阳 看到炎黄大膜的时候 他都震惊了 当时一闪而视过去 他没来得及问李天命 等在太阳上安定下来后 他就把心里的疑惑告诉了李天命 李天命这才知道 炎黄大膜和战天神族 竟然如此相似 不过 只是形态上相似 炎黄大膜 乃是正气凛然的三头六臂神将 身穿铠甲 一身灰光 光芒钥匙 而战天神族 则是死亡系的三头六臂凶魔 气质和炎黄大膜相反 像是一种系列的症 反两个分类 李天命听说 那八部神众 曾经有很大部分 和炎黄神族有关系 从内战一词语来推断 战天神族 亦很有可能是依附在 炎黄神族之下的核心士族 由此可见 炎黄大膜的形象设计 就和战天神族有关系了 李天命甚至猜测 存在真实的炎黄大膜一族 就是另一派的战天神族 当然 这些都是他的猜测 因此 他去问了李清宇 可否见过三头六臂的 战天神族咒神 结果李清宇告诉他 他继承了那战天神族咒神血 自己都能变 你怎么不展示一下 李天命当时问 太丑了 我一辈子都不想变 李清宇无脸道 李天命一想到他这模样 要是变个战天神族 那可就真的 小风幻灭了 不知道炎黄大膜 战天神族 又是否和魂魔有关系 魂魔是原始魔尊的仆人 而原始魔尊 是鬼神吗 李天命猜测 现在也只能猜测 就在此刻 他也没机会亲自看看 这邢百风的战天神族变身 不过 从银辰的描述来看 种族天赋肯定是牛的 玉兽师 石神修炼者 有咒疾兽 你向天赋分层次 但鬼神 他们的天赋层次 没有具体的数字化 所以 银辰只能说 很强 但 这邢百风在天赋上 也就比江徐灵 莫东强上几分而已 所以 在被围攻的时候 他一条二 没什么大的优势 便成为三头六臂 死亡之躯体的行百风 有紫针那种强化效果 他那面容极其残暴 六条全新的手臂上 竟然长出了一只只灰暗的眼睛 每一只眼睛 又全是惨灰色的鼓虫如洞 全身都是眼镜 这是真正的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与此同时 他全身又都是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论神通 他不亚于那咒疾兽 论血肉 他比十五级的咒疾兽强 论战爵 他和墨东相差无几 轰轰轰 江徐灵和那咒疾兽配合 主要以黑印来施展战爵镇压 靠咒疾兽残暴生死 和那行百风近战 墨东则在另一面 人 剑 石神一体 形成剑阵 那石神 你像十四重 化作一片星海缠绕在剑上 渐渐群星溃散 他和江徐灵 都是双眼迷雾 被小六的小阴魂入侵 包括那咒疾兽在内 根本没有自我 所以他们进攻起来 就没有防御过 哪怕是拼死都要杀行百风 砰砰砰 震耳欲容的巨响 轰鸣震荡 那咒疾兽 刚被行百风用力找 拳脚撕裂出漫天心血 墨东的剑 就再次斩断了行百风的一条手臂 江徐灵的黑影 也是一次次带的行百风头破血流 这一战之惨烈 简直让人吓傻了 这根本不是切磋 这就像是不共戴天的 血海深仇支配下的厮杀 问题是 为什么 没人知道 只知道 他们都已经没有退路了 剑绰 卑鄙的人族 死 死 行百风那怒之面容极其扭曲 他直接用那惨白色的大嘴 将那咒疾兽半个脑袋 给撕扯了下来 战天神族 有凶性 然而下一刻 那墨东又上来 一剑 生生砍下了行百风一个脑袋 咒疾兽的利肘 也刺入了行百风的心脏上 将其胸腹杀得稀巴烂 行百风 你是我儿子 墨东双目跌血 继续杀 今天 我就要宰了你 你敢怎样 你爹敢怎样 江徐灵宁笑着 刺激着行百风 已经很多人被惊动 往这边来了 杀 白夜看火后差不多了 当即让那两个傀儡 发动拼死袭杀 第三千七百三十五章 彻底乱了 嗡 江徐灵 咒疾兽 莫东这三者 完全不顾生死 将那行百风 生生撕裂开来 死扯成三个部分 将这战天神族畜生 碎尸万段 莫东狂笑 犯我落日神众者 虽远必诛 江徐灵一身染着星辰之血 双手插腰 以脚踩着行百风 放纵大笑 爹 二叔 三叔 大哥 为我复仇 途径这些剑处 行百风惨叫着 逐渐奄奄一息 被围攻而死 莫东断了一臂 浑身是血 身上稀烂 而那江徐灵下半截身体 都断裂了 咒疾兽更是少了半边脑袋 可见这一战何等激烈 但 这两人一点都不以为意 这时候 正好双方都有不少人到来 看到了这令人倒吸 一口冷气的一幕 行百风太霸道了 明明是我先找到的房间 他非得让我滚 还让我下跪 还说我们落日神众是垃圾 我气不过 将徐灵当即对自己一方的人 痛哭起来 众人见状 脑瓜子嗡嗡响 百风 战神叫来的人也不少 他们亲眼看着行百风惨死 双眼当即就红了 现在来的人 大部分可都是眼镜 江徐灵 莫东 你们不得好死 连战天神族都敢杀 你们完蛋了 眼看着这忠子心虚的小太子爷 死在自己面前 这些战神叫的人 当即怒火冲上脑子 战天神族就不能杀吗 我就杀了 跟杀技一样 江徐灵怂怂间 一脸无所味道 对啊 什么鬼神 人形畜生一族而已 老子见一个杀一个 莫东翻翻白眼道 闭嘴 你们两个 不得好死 谁敢维护他们 谁就死 战神叫的人 当即疯了 什么情况 那焚月叫和赤星叫的人 都愣住了 他们战神叫 欺人太甚 我是被逼才反抗的 江徐灵又可怜巴巴地看着他们 痛哭流泪道 说完 他手指放在后面 又对那群战神叫的人 比了一个中指 炸了 为百分报仇 谁阻拦谁死 哄 一个个鬼神冲向对手 救我 江徐灵和莫东 连忙躲到了自己人身后去 把他们往前一推 各位 有话好说 有一个御兽师才刚刚开口 脑袋上就中了一拳 直接被打爆了 干什么 W10 住手 别打了 江徐灵怒道 畜生 有种你杀我 有种把我们都杀光 你们这些箭种 有着胆量吗 有个屁 他们连我一根毛都不敢动 莫东刚说完 一个二眼生惊的鬼神 杀到了他的面前 木拳一砸 碰 他整个人 直接被砸成一团肉泥 星辰四箭 杀人了 江徐灵尖叫逃窜 救我 快来救我呀 乱了 彻底乱了 战神叫各位 先把事情搞清楚 啊 惹了狂怒的鬼神 这时候再停下来说话 就是找死 真当我们御寿师 怕你是吧 赤星叫各位 再不动手 又被杀光了 你们别借题发挥 彻底打起来了 狗约的战神叫 杀我们这么多人 你当我们好欺负吗 焚月叫 赤星叫所有人 灭了他们 江徐灵根本没跑 转身又重回人群 碰 他刚说完 就被一个二眼生惊的鬼神张口 直接咬成两半 其中一半 被那鬼神直接吞入了腹中 另一半被踩碎了 江徐灵死了 墨东也死了 这可是教主的子嗣 麻烦大了 战神叫 有可能是故意的 有些事 本来可以解释 但只要杀红了眼 就解释不通了 因为这时候再解释 能改变他们的重要子嗣 死在对方手里的事实吗 不能了 小英魂 这是太古混沌巨兽的手段 常人岂能理解 李天命自己都笑了 小六这家伙 真是个老六啊 直接主宰全场了 很显然 这场风波 已经很难散了 死的人越来越多 打到后面 就只剩下仇了 而最初的邢百风 江徐灵 墨东都死了 谁还知道 事情的起因是什么 不知道外面又是什么光景 银沉说 很热闹 从那两人围攻邢百风开始 外面就吵起来了 而现在 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我继续修炼 你们玩 李天命呵呵一笑 深藏功与名 外面 三大教的人 基本上离开了坐席 针锋相对 刚才已经吵了半天了 行道义 一定有问题 我也死了女儿 江灵溪脸面有些扭曲 毕竟一天之内 连续没了儿女 着实有些扎心了 你说 什么问题 行道义满脸阴冷 而他身后的整个战神教 近三百万人 眼中都是一片心红 行百风 这是行道义的柚子 更是他最疼爱的一个 就这么没了 被残暴杀了 作为父亲 行道义亲眼看着 却不能进天道竞技场 整个过程 他的心 一点点撕裂 直到江徐林两人被杀 战神教的人 心里才算稍微解气 但 还是不爽 他们更傲气 也更咄咄逼人 有什么问题 江灵溪也回答不上来 莫凡 你儿子怎么回事 江灵溪回头问 我怎知道 莫凡声音沙哑道 苏悠能不能下去控场 再打下去 得死很多年轻人了 江灵溪颤声道 天道竞技场开启 他也不能进去 无解 事情是由他们子女挑起来的 现在倒成这样 三大教五百万多人 一片哗然 关键是 他们三大教 谁都没好处 咒神帝宫是福利 试炼不过是加点热闹 要是生死相搏 就没意思了 所以 以往的试炼 基本上不会有死亡 案例很少 最多是脸面相争而已 怎么会闹成这样 他们的子女 今日为何如此残暴 人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所以 除了猛 还是猛 更麻烦的是 这两子劫下 那咒神帝宫里互相传播 最后行百战 落日归阳这边 估计都会因此拼杀起来 第三千七百三十六章 星月神阙的天才 试炼而已 谁想死人 都不想 不止里面 行道应这老鬼 把这小儿子 看作比命都重要 如果不是天道竞技场 他早杀进去了 现在 他心里肯定恨一滔天了 莫凡道 两人往那战神教的方向 看了一眼 那些鬼神 已经没再说话了 但是 他们的眼睛里 已经藏着了置身的森然杀鸡 一只灵魂怪物 行走于无形 除了李天命等人 谁能知其本质 你们慢慢打 我继续 李天命沉浸在那太玄骤神的修炼世界之中 达到忘我的状态 这种仓物需要的时间很长 但最稳 外面的事 还会慢慢发酵 白夜能操纵的续境之人并不多 行百风已经是最有价值的一个 后续没法再点火 不过 有这一次 火候就埋下了 随着我实力增强 白夜也能不断加强 到时候 他能操纵的人 越来越多 对我征伐上心虚的帮助 也会越来越大 其实 太古混沌巨兽 这种无形的价值 用在关键处 作用比战斗更大 比如银沉的侦察价值 从杨凡及太阳时代开始 就帮了李天命太多太多了 反倒是银火他们的价值 更多在战斗上 因为行百风的是 三大教多有一部分眼镜修炼者 离开天道竞技场观战区域了 李天命知道他们为什么走 这次冲突 让他们有些不安 本来不防备 而现在有了流血冲突 他们离开的那一部人 就是出去 警惕对手搞事的 有些仇恨 拉着拉着 就是真的了 这就是白夜的有趣之处 等他真正强大起来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对方都不好判断 不过 这家伙最好把智商提高点 把中二之魂降下去 这样能避免出错 李天命有点冒汗 接下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 他这两个房间虽然便宜 但还是有人来 只要打败一人 就可以一年时间 免于挑战 李天命 李清宇 转眼两三年过去 还留在这 他们已经打败过了三个对手了 一年战一次 参户的时间流逝太快 就跟几天就要打一架似的 好处还是有的 一开始 李清宇对上二眼生镜 还非常吃力 不过现在 他已经能击溃了 李天命自然也有收获 他稳固了九方续镜的境界 如此看来 距离下次使用眼生虚的时间也快了 眼生虚是关键 别人没有 不过 这个太玄咒神的天魂 参悟的差不多了 得换一个 李天命打算过几个月 就从这房间里出来 然而 银沉说 有人来了 这条涌到尽头 只有我们这两个修炼士 等于我和清宇 被堵死在这了 李天命皱眉 之前也有人来 但李天命没在意 因为那些人 都是二眼生镜以下 但是 这次来的人不同 他是三眼生镜 而且 应该是来自 星月神雀的落日神众 三眼生镜 基本上在整个天道竞技场内 都能排进前十 不是三大教的人 他看到这两个修炼士 应该会挑战我这个 但也不一定 他可能会进房间 看咒神天魂 是否和他匹配 这样的话 他会看到我 也会看到清宇和小鱼 想到这里 李天命当机立断 他直接退出房间 与此同时 他也让李清宇 退出修炼士 修炼士内的挑战 是一对一 从里面出来 则没有限制 如果对方只想修炼 那可以进去 我们刚好要走 如果想打 那就拼一次 星月神雀的落日神众 银沉说 他的咒疾瘦很高 十六级 和江灵溪相当 加上三眼生镜 比李天命高了七重 确实只能拼了 哥 李清宇从里面出来 一起 他问 说起来 这么多年了 哥还从没和你配合过呢 李天命笑道 一直以来 是我太菜了 帮不上你 李清宇 汉颜道 你上次击败二眼生镜 我看了 已经很不错了 李天命道 嗯 他眼里 也很有信心 来了 李天命目中 闪过一道寒光 冷冷看向前方黑暗涌动 一道金色的灰光 自黑暗中照耀而来 三十面 而且 有一种圣洁 崇高的上位感 落日雨摸 迎臣说 她是那落日归阳的妹妹 他们兄妹 都是星月神雀的天才 在李天命的凝视中 一个身穿雪白长裙的女子走出 那长裙上 满是绚烂的宝石 都乃是顶级的灵框雕琢而成 炫彩而精美 这长裙 也有三十多米长了 一袭雪白长裙下 乃是如羊枝玉般的肌肤 百里透红 再往上看 这女子的面容 亦是极其美艳的 和江灵溪算是一个系列 但比起她更精致 圣洁一些 她 很高大 当李天命看到她的时候 她微微低头 那一双眼睛 也落到了他们三人的身上 落日雨末 第一反应是皱眉 后退 滚 她侧身站在一边 示意让李天命等人 快速过去 你什么东西 也敢让我的肉身滚 李天命还没说话呢 她脑袋上浮现出了一道白影 冲着那落日雨末骂道 这是什么 落日雨末的柳眉 深深皱了起来 信不信我让小李子污了你 那白影呵呵道 李天命 她鸣鸣嘴 对那落日雨末道 小兽胡言乱语 别放在心上 说吧 他们转身 准备离开 别走了 落日雨末的声音 忽然变冷了很多 你的意思是 李天命回头 我想起来了 将教主说了 在里面碰见你们三只臭虫 一定要踩死 落日雨末低头 目光淡漠看着他们 是吗 李天命和李清雨对视了一眼 留下一言吧 落日雨末看着这三个 还没她手掌大的人 她的眼神里 确实没有将对手 当作和她是一种生物来看待 李天命玩耳一笑 道 那没办法 只能开婚了 第3737章 十六集 经电浮龙 天道竞技场 观战区域 快看那三只臭虫 此前就有许多人感慨 李天命他们运气好 竟然寻到了这么好的两个修炼士 稳不修炼的同时 竟然还躲避了许多风波 那是 落日雨末 据说是星月神雀的大人物后裔 三大教的民众 双眼落在这女子身上的时候 眼神都是艳险 崇敬的 能在造化级世界修行 肯定比在中子心虚这种地方更好 只是那星月神雀上的地盘 基本上都已经被占据 他们只能去 却不能长期逗留 她碰上臭虫了 看样子 双方有矛盾了 这不叫矛盾吧 就是人才死虫子而已 他们嘴上这般说 但心里却不得不想起 李天命杀了江振的一幕 诚然 江振在那一战之中死得这么直接 和他本人的轻敌有很大关系 可众人心里还是清楚 这三只臭虫很难缠 很可能就不是下心虚来的 在那焚月教的核心作息之中 不少四眼生境以上的核心人物 见了这一幕 一引起了一阵骚动 这三人出现的正是时候 他们正在头疼咒神地宫内 他们和战神教年轻人的矛盾 现在愈演愈烈 幸好这时候 李天命这个矛盾点又出现 算是分散了一下三大教的注意力 他们重新记起来 这咒神地宫试炼内 还有第四方势力奴族呢 嗯 雨墨碰上他们的话 问题就不大了 江灵溪面色阴沉道 从行摆风的事件发生后 他就郁闷很久了 终于 让他等来了这一刻 不管怎么说 只要把那星海神剑拿到手上 我们就不亏 落日归阳和星月 会不会想把这星海神剑 也带回星月神阙 沉沉沉声音低沉问 就算要带走 也会补偿我们等量的资源 起码要比上次 那一批秩序神员要强 江灵溪淡淡说道 说完后 他扭头看向咒神地宫另一边 那里有着 一只九头机械神龙 而在那神龙旁边 上万眼镜奴族 正聚精会神 紧张万分 盯着李天命等三人看 龙倩 都这时候了 你还不慌 江灵溪心里一个咯噔 龙倩要是不慌 他就有点慌了 强装镇定罢了 沉沉沉冷冷道 教主 你说 就算是地天级世界 那五世级昼极瘦的宇宙巅峰妖孽 八部神众的核心血脉 都不可能以超圆满续境 打败二眼生境吧 肯定不可能了 所以只有变异一种解释 实际上 他很可能已经是眼镜了 只是有很大残缺而已 江灵溪心里有点郁闷 好在往下想了想 他的信心 还在 咬牙道 说白了 奴族就是奴族 再变异 能上天 从上次他出手看 顶天横扫二眼生境 碰上三眼生境 必死 是 眼镜差了一重 战力就是千万里 一个三眼生境 拿下十几个二眼生境 都不是问题 这就是星辰威力 大量增加后的强势变化 而且 落日雨末 毕竟有心悦神缺的手段 沉沉沉刚说到这里的时候 周围便已经响起了一阵阵 哗然惊呼之声 那是因为 那落日雨末的咒疾兽 已经出现 其神威 吓住不少人 十六级兽 和你相当 沉沉沉对江灵溪道 在忠子兴虚 这是最高天赋 只是现在和我相当而已 以他们兄妹的天赋 未来都有可能成就咒神 其咒疾兽 还有机会增加级数 江灵溪双眼里满是艳险 二十级 是咒神天赋的门槛 真是羡慕啊 目前这咒神地宫内 都没有一个二十级的万咒级天才 沉沉沉也道 所谓万咒级天才 指的就是 有希望成为咒神的宇宙妖孽 以玉兽师为例子 这个门槛就是二十级 在上星虚 二十级的咒级兽 是一个门槛 上星虚的生灵并不多 而其中 能成咒神的存在 那都是全宇宙的恩赐 数量极少 所以从玉兽师的角度来说 大多数人都是二十级以下 能有十六级 其天赋极限 就能在忠子星虚 当焚乐教的教主 就算回到星月神阙 也算是大成主级别的存在 实际上 忠子星虚 就相当于远离中天三星的一座大城池 忠子星之城 万咒级天才 地位自然远超造化级天才 若是成了咒神 还有望去万咒级恒星园世界修行 第八级恒星园世界 为何叫万咒级 就是绝对精英化 全员咒神的意思 当然 一个万咒级恒星园世界的咒神 倒也远远不止一万个 但也远远不如一个杨凡级世界的生灵多 以李天命现在对整个有序世界的理解来说 九个级别恒星园世界当中 只算生灵数目 最高的 反而是第六级别的无量级 继续往上的话 反而是呈地减趋势的 这很正常 有资格站在有序世界全宇宙巅峰的 必然只是少数宇宙之神 而今 李无敌 李清宇都算是万咒级天才 李清宇目前参战几次 但他还没让朔月出来呢 主要在磨练自己的战斗水平 而这一战 朔月初战 已经避免不了了 要打起来了 有人喊了一声 一时间万众瞩目 上万眼镜龙足 心里砰砰跳了起来 咒神地宫内 一声刺耳嘶叫爆发 一道道金色雷霆 在那落日雨漠的身体周围爆发 那半身空间的大门 轰然打开后 一只五十米的巨兽 猛然从里面飞出 这可是星辰威力 极度凝实的巨兽 若是倒下心虚 他真想膨胀起来 必然遮天蔽日 能把无量级世界 都当作巢穴 咫咫咫 放射性物质标志砍 放射性物质标志灵 金色的雷霆 从其身上轰然爆发 瞬间遍布整个涌到 李天命定睛看去 只见这是一只 闪耀金色星光的巨兽 其形体有点像是蝙蝠 有着巨大的肉意 但不同的是 其浑身覆盖着 金色的灵甲和尖刺 还有锋利如万昼 及天元神器般的爪子 最骇人的是 他那脑袋并不像是蝙蝠 而是一种类似 太古邪魔的恶龙之头 有着金灿灿的獠牙 当其展开双翼的时候 可以很轻易地看到 他那翅膀上 一共有十五道雷霆闪耀的恶龙兽面 这说明 他乃是中子星须最顶级的十六级兽 浑身周天星海之力 十六倍于玉兽师 金电浮龙 第三千七百三十八张 泡泡进攻 一人 一兽 落日神众 有须世界巅峰玉兽师一族 八部神众 只此一脉 这一头金电浮龙 天赋比万道古的十元兽 高出六个级 已经是李天命建国最顶级的了 再配上三十米高的美人御兽师 确实 很顶 这也叫龙 李天命建多了炎黄神族的龙扮生兽 再看着金电浮龙 其凶神恶煞的模样 一看就不是正统 就这 也让我出来 那金电浮龙出现后 一看到对手 当即有些暴躁了 江灵溪说 不要轻视他们 保险起见 落日雨沫声音很是冷漠 说完之后 他就已经抽出一把金色的大腕骤击长剑 那长剑上 挂满着金色的薔薇花 花瓣极其锋利 也是杀伤力的一部分 这对他来说 只是一把细剑 但对李天命而言 乃是巨剑了 行 我来 金电浮龙并不想和李天命说 任何一句话 在这昏暗涌道之中 他猛然震翅 就如雷霆灌下 朝着李天命暴杀而来 与此同时 落日雨沫面容森冷 无情 那偌大的剑尖 指向了李天命 清玉 我来分开他们 你打人 我打兽 别让他们配合 李天命眼中冷光一闪 脑子里 那白夜已经忍不住狂暴怒骂 好 哥 李清玉点头 眼前这玉兽师和半生兽 虽然有十六倍之差 但落日雨沫 也是实实在在的三眼生境 所以和下心虚对比 并不是他弱了 而是半生兽强了 再者 玉兽师精通战绝 有天元神器 还有诸多手段 这也是一种战斗加成 所以 落日雨沫 也不算太好对付 他的境界 可比李清玉高上了五重 当然了 李天命这边压力更大 因为这十六级兽 足足高了他七重境界 如果不是萤火 他们血脉蜕变了 他是真不敢上 拼了 反正有小鱼拖蝶 怕什么 小鱼虽然吸收了几个幻神 但现在看 那几个去万古神机的幻天神族 应该不算大人物 其幻神并没有极度的稀缺性 谁知道是吞吸而来的 所以 李天命并没后顾之忧 死战就行了 他和半生兽们融为一体 一马当前 金电扶龙冲向了他 他也冲向金电扶龙 我要解决对手 才能包我个 李清玉一咬牙 从侧面绕过 握住手里李天命 给他的大腕咒及天元神器迷月刀 化作一道荧光 杀向那末世他的落日雨末 小六 李天命大喊了一声 他可没想和对方客气 开局先抢攻 他一众手段当中 白夜的神通 在突然性和爆发性中是最强的 也是最容易开局 就让对方吃一个闷亏的 别人不了解的手段 都是大优势 嗡 蝙蝠而已 也配叫龙 给我死 一阵白色浓雾涌出 猛然化作数以千万的泡泡 形成水雾 冲向了那金电扶龙 吸收八千多孔洞的秩序神员后 小六看起来没变化 实际上其神通威力 加强了很大 果不其然 那十六级兽 习惯的无视这种进攻 整个中子心虚的人 现在都还不了解李天命 尤其是咒神地宫内消息封闭的人 瘦 在他们眼里 李天命仍然是一个古怪的变异体 但 这小子竟然用泡泡攻击自己 金电扶龙顿时感觉到了奇耻大乳 这等耻辱 激发了他的愤怒 他猛然尖笑了一声 身上十五个恶龙兽面同时咆哮 无数金色雷霆涌动爆发 神通 十六级电狱 轰轰轰 闪耀的金光 顿时炸开了涌动的黑暗 化作一道雷霆洪流 朝着李天命贯穿而来 同时也将那些泡泡给吞没了 这神通之威力 若是被正面命中 李天命估计 自己的融合肢体都够强 对方很强 这是肯定的 喵喵 在李天命心灵沟通之下 不用他说 千万次的锻炼 让喵喵自动带着他 闪避最致命的进攻 不过 光闪避还不行 在闪避的同时 李天命石神入剑 轰隆隆 他左右双臂当中 神通自动爆发而出 一元烈狱火 两仪混沌雷 这雷火两大毁灭性神通 轰然冲出 在侧面命中了那十六级电狱 虽然不能将其崩解 但也让李天命毫发无伤 便化解掉了 这金电扶龙的致命一击 竟有神通 身如鬼神 金电扶龙一正 以他的见识 都没见过这么怪的 不过他只是愣了一下 杀鸡还在 然而就在这一刻 他的双眼余光 却看见了令其呆滞的一幕 这是 泡泡 这泡泡 不是被他的神通 瞬间毁灭了吗 怎么到眼前了 金电扶龙几乎是撞入了 这漫天的泡泡当中 这些梦幻泡影之神通 疯狂涌向了他的大脑心脏 什么都挡不住 便冲入其灵体星辰威力之中 撞在旗上 爆出了白色的火焰 这就像是一击重锤 砸在了水里 刹那之间 那水中波纹震荡 金电扶龙整个命魂都在震战 眼前的世界翻天覆地 脑子嗡嗡俱响 无法容忍的灵魂剧痛 让其魂灵抽搐 金电扶龙当即砸在墙壁上 抽搐狂叫 面容几乎崩裂开来 得手 李天命出现得恰到好处 四大半生兽的肉神之力 加上蓝黄的三材红蒙剑 一腿踢在了 那金电扶龙的下额上 碰 那三材红蒙剑轰然爆炸 世界之力冲击进了 金电扶龙的身体 李天命此刻的身体虽然小 但比这金电扶龙还要强硬 这一腿 直接打爆了金电扶龙半个脑袋 星辰鲜血飞剑 别停 李天命再以大下汉字换神 将这震怒之下 刚刚爬起来的金电扶龙压下去 与此同时 他猛然消失在原地 以五方奔雷 瞬息出现在了那金电扶龙的头顶上 十方纪元神剑七重米相之力 汇聚在东黄剑上 那东黄剑一分为二 连续斩杀在这金电扶龙的双翼上 太一阴阳诀 金色东黄剑和黑色东黄剑 一阴一阳 每一剑都掀起了万众剑浪 斩入这十六级兽的骨骼 哄 哄 第3739章 万咒及天才 这两剑爆出两声巨响 可见金电扶龙的骨骼 到底坚硬到何等程度 在这斩杀之下 那金电扶龙双翼暴血 几乎折断 这还没死 继续 李天命只能说 这三眼生静的十六级兽确实强 换成江镇那镇玉昆吾 不知道给他杀死多少次了 他猛然消失在原地 金电扶龙咆哮一声 刚起事呢 李天命再次以血肉之力 一脚将其踩在地上 轰隆 金电扶龙趴下 震起漫天尘土 去死 WWTTKO 那金电扶龙浑身血肉夹缝当中 竟然喷出了无数闪电形状的毒物 朝着李天命涌来 这是神通 金电玄毒 和我比毒是吧 在这金电玄毒之前 李天命那左腿上猛然从花朵般的纹身上 猛然伸出了四条粗大的根须 从这金电扶龙的伤口当中扎入其身体 四项鸿蒙气 嗡嗡嗡 四种颜色的雾气 从永叶薔薇 曼朱砂花 幽冥青莲 向日星葵这四朵花当中涌出 在这金电扶龙的身体上 融合在一起 猛然形成了 太古混沌巨兽之毒物 那毒物以恐怖的速度 在这金电扶龙身上扩散 所到之处 金电扶龙的星辰威力 以惊人的速度萎缩下去 就像是花朵一样枯萎 其生命力迅猛消散 这甚至导致那些刚刚出来的金电玄毒 第一时间就失去了后续 还没碰到李天命 就嗡的一声消散了 好 金电扶龙发出一声淒厉的咆哮 就这一瞬间 他的身体已经被黑色 红色 青色 黄色 四种混合颜色的毒物覆盖 他被逼得将背部好大一块血肉 自己生撕下来 然而却发现 那四项鸿蒙器 已经剧毒入体 蔓延全身 在毁灭他的生机 这是什么恐怖神通 只能说 他们几个这次觉醒的神通 一个比一个凶猛 这其中 鲜献的四项鸿蒙器 要是能大批量进入敌人的身体 只要成功 那对方绝对死定了 四眼生静 五眼生静 都未必能撑住 除非一开始就削去一大块血肉 这些手段 只要第一次遭遇 没有任何防备 等中招了再后悔 就已经晚了 这金电扶龙皮糙肉厚 很难打死 但在白夜和仙仙两大关键神通下 他没什么施展 就在错愕之中血崩 你命硬是吧 李天命根本没有给他任何喘气的机会 他再度冲上去 以石神 剑 神通 血肉神力 幻神等等手段 一次次批斩 轰杀在这金电扶龙身上 那金电扶龙浑身被四项鸿蒙气吞没 却还能咆哮着和李天命杀在一起 甚至还有一次以雷霆命中李天命 把李天命打的身体几乎崩裂开来 再来 李天命狂笑一声 双剑合一 死啦 一剑斩 终于砍掉了那金电扶龙一只肉翼 那金电扶龙越来越虚弱 身上的四项鸿蒙气已经变成了黑色烟雾 让其身体发出烧焦般的味道 臭虫 剑畜 你再不撤掉这毒物 星月神雀的落日神众 必让你灰飞烟灭 你这中子兴须所有奴族都该死 金电扶龙凄厉咆哮着 不断怒骂 然而这种话对李天命来说 根本没什么意思 我有太阳 有九龙地藏 我来个地方 杀完 抢完 就完让我就走 我怕你什么星月神雀 他心里冷笑 杀得更狠 血肉刚硬是吧 那就多杀几剑 多轰炸几次神通 梦幻泡影 以元炼玉火 两仪混沌雷 齐齐轰炸 让其灵魂 血肉 再度炸炼 三才鸿蒙剑 配合四大半生兽血肉力量 一腿神力 汗天动地 至于四项鸿蒙器 绝杀 持续杀 金电扶龙越来越惨烈 这一幕幕虐杀 外面数百万人 可谓看得清清楚楚 分别战斗 三大叫的人 刚看李天命这决定 都笑出了声音 然后就一瞬间 那白雾弥漫下金电扶龙 就被打了一个下马威 通过影像 根本看不出 这是灵魂层面的进攻 接下来 就是李天命的节奏了 他一个人 击溃了十六级的三眼生 静骤疾瘦 天道竞技场 一片哗然 这臭虫 到底是什么情况 怎么战力 凶猛到这种程度 他是真实境界 到底是什么 四眼生静 五眼生静 不可能啊 怪 绝对的怪异 突破了他们对宇宙士族 等级的理解 关键是 我刚刚看他 连幻神都用出来了 这是何等大杂烩 堂堂星月神鹊的 落日神众天才 来这里体验生活 竟然被一个奴族给打爆了 这要是传回星月神鹊去 他背后的世家 都得丢好大的脸啊 可大家没法鄙视 那金电扶龙 因为李天命这连续暴杀 猛地让人头皮发麻 猛到让江灵溪等人 都站了起来 一个个目光呆滞 这 江灵溪内心已经狂跳了 他死死盯着龙茜 眼神里满是杀机 要知道 那天罚赌 又要输掉两百万矿工 他们也就只有两百万 这是一个输不起的赌注 是一个诱饵啊 这下 心里有点乱了 如此一来 这咒神地宫内 只有几个四眼生静 能稳稳镇压李天命了 焚月教 赤星教的大人物们 现在心里都在滴血 然而 这还不是结束 另一个战场上出现的是 再度轰动全场 二十宠你像 这少女是咒神之才 她身上 显然是没有天道质骨的 等等 还有 下一幕 天道竞技场全场窒息了 二十级的咒疾兽 全场轰动 这对兄妹 到底是什么人 没人知道 人们只能在这天道竞技场外 呆呆地看着这两个 被他们嘲笑的臭虫 将那来自星月神雀的高贵娇女 一人一兽 分别踩在脚下 金电扶龙 先死 而那月白色长发的少女 并不需要兄长的帮助 她接下来还和李天命一样 施展了幻神 然后又展现了鬼神般的血肉力量 以堪称全能的姿态 将那落日雨末 斩杀于刀下 天道竞技场五百万人 妈了 第三千七百四十章 你妹无了 李轻宇能解决对手 并不出乎李天命的预料 她表面上看 是一个拥有二十咒疾兽 二十宗拟向的炎黄神族 实际上却掌控着原罪池 乃先被以八部神众之血 强行创造出来的一个上星虚怪物 她的上限到底在哪里 李天命自己都不清楚 反正 不会比李无敌差 而李无敌的上限 肯定就是上星虚的顶点 亦是有序世界的顶点 就是不知道 这个顶点 和第一 黄七 天九这些存在 孰强孰弱 李天命心里想着 快速和李轻宇会合 眼前这月光少女 收起了十八个石神 那数月也飞回到了半生空间中 她受伤了 暂时需要休息一下 展现了几种手段 李天命观心问 三种 加上了鬼神之躯 其他诸如幻神 原意 都还没用 李轻宇说道 至于摩天神族等手段 她还没碰上恒星元凶兽 暂时没法用 据说那中天三星 就有恒星元凶兽 目前这三种手段施展 和我比较相似 从银沉的描述来看 外面的人很疑惑我们的身份 但并没有到全民震惊的程度 李天命说道 她也是在测试 现在 外人不当 她是下心虚臭虫 反而当她是某种变异血脉了 这反而是好事 这反而没人会联想到 他们兄妹带着炎黄神族的传承杀回来了 接下来 你其他手段 不到非不得已的情况下 看情况再暴露 其中 幻神应该可以用了 李天命说道 因为她也用过幻神了 幻神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本事 不少非幻天神族也会 只是没幻天神族这么精通罢了 好的 哥 李清宇点头 李天命看了一眼烟消云散的落日雨漠 道 以我们目前战力 单挑三眼升进胜算 还是很低 还得增强 才能救人 这次之所以能赢 第一是因为他们的手段 对上心虚的人来说 还很突然 第二 则是没让落日雨漠这御寿师 和其半生兽配合起来 分别击破了 银沉找了两间八分的修炼士 我们过去 李天命说完 三人一起迅速顿入了涌道的迷雾之中 关战区域 李清宇的双二十天赋出现 轰动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甚至盖住了李天命的光滑 那李天命有的 他好像都有 而且 他的鬼神之躯 好像不是由半生兽来的 四处议论纷纷 很多三大教的人 往龙茜这边来 目光灼灼看着他 龙茜 这三人到底是谁 战神教的二当家 行道山 沉生问 无可奉告 龙茜面色冷漠 这星海神剑 就是他们的吧 行道山抬头 看向这九头机械黑龙 龙茜直接不搭理他了 龙茜 之前不处理你 是因为我大哥很忙 你真别蹬鼻子上脸了 我们可不是焚月教 是星教 行道山宁生道 面对这曾经的奴族女子 他心里火气越来越大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奴族女子 竟然能修到和他一个境界 龙茜还是没搭理他 行 你别忘了 你还有三百万族人 在我们战神教授中 你现在躲在这关战区 没事 但这咒神地宫试炼总有结束的一天 假设这三人死在里面 你可就跑不了 别告诉我 他们把这星海神剑先传给你了 行道山吃笑道 龙茜眼中涌动着至深的愁火 然而 他还是闭嘴不言 行道山 根本没法从他这里 挖出任何信息 另外一遍 江灵溪 莫凡等人 眼看着落日与莫战死 又忽然冒出一个奇怪的万咒级天才 眉头皱得更深 这时江灵溪的传讯室里出现了一个人 苏悠到底是什么情况 江灵溪问 我进不去 那苏悠也是个女人 声音更低沉幽冷一些 不过 落日与莫战死的事 我已经和她父母说了 会来人吧 江灵溪眼睛微微一亮 应该会 但来人的话 这星海神剑就一定会被带走了 苏悠道 没事 有赏就行 江灵溪很干脆点头 反正她也有星海神剑 目前从这分数排名来看 你们焚月教和赤星教 还是有很大优势 苏悠道 嗯 莫凡点头 从刚才那一战看 这两人虽然古怪 但合力战三眼生竟是他们极限了 落日归阳的妹妹被杀了 她应该没心修炼 会出来杀人了 那李天命必死 江灵溪冷冷道 宙神地宫内 李天命和李清宇 微声默然 暂时分开 银尘会引你们去那个修炼室 目前那个八分修炼室内有人 是一个二眼生竟 你很好解决 李天命对李清宇说道 哥放心 没问题 李清宇的眼睛在这黑暗涌道之中 闪动光亮 行 那再见 李天命在对微声默然挥了挥手 他是进来兜底的 所以很安静 和他们分开后 李天命打开了修炼室 对这里面同样一个二眼生竟的赤星教石神修炼者 发动了挑战 那人见了他后 还想杀他呢 这能忍 白夜一怒 直接灭了 李天命得以开始参悟这个叫风渊的咒神天魂 白夜 外面还不够乱 可以加一把火了 李天命笑道 已经找到目标了 白夜黑黑笑道 就是我爱 李天命专心修炼 外面 越乱越好 在这咒神地宫某处 有一座金色的修炼室 那修炼室的大门上写着二十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一一闪光 很远就能看见 很显然 那传说中的三道星海级秩序之一 就在这金色大门之内 秩序如星海 那是何等咒神留下的 这时 有好几个焚月教 赤星教的年轻人 正聚集到这金色修炼室门口 归呀 出事了 有一个三眼生静的星月神阙弟子 进了修炼室 对这里面一道金门大声喊道 很显然 就这一句话 打扰不了 那正沉浸在星海级秩序中的星月神阙天才 归呀 你没被人杀了 那弟子大喊